梦尔的婚礼 少年的剑法在云末看来十分的粗糙 可他剑法当中的那份剑意 却是这个年纪的用剑舞者当中极为罕见的 可以说 若是这少年与云末生于同一时代 恐怕除了云末便少有人是他的对手了 这少年的天赋和实力便是拿到观山城 拿到中州去 都是顶尖的 甚至 他在剑法方面的天赋 元虚心可能无人能及 不过 这少年的剑法终究太过粗糙 所以许多方面还有所欠缺 此时 这少年与那头妖兽激战 却渐渐处于了下风 这头妖兽是三阶巅峰实力 接近了四阶 所以完全压制了这少年 道兄你快躲到一旁 这头畜生实力极强 当心伤了你 那少年虽然处于下风 但还不忘提醒旁边的云末 他出招凶狠 将这头妖兽引向了远离云末的方向 公子小心 纳空道尽女子惊呼一声 见少年显向还生 立即便要出手援救 而就在这时 云末却忽然抽出了一柄零件来 于是两个空道尽 武者大惊失色 全力冲了过来 那男子更是怒喝道 敢耳 不过他们误会了 云末又怎么会对一个 小家伙出手 更何况 这极有可能是故人子嗣 一柄零件在云末手中灵活转动 他随手将那少年拉扯到一旁 同时说道 看好了 说吧 云末挥动手中零件 仅仅使用了和那少年相同的力量 朝着那三阶巅峰妖兽斩去 噗哧 明明是相同的力量 那头妖兽 却完全挡不住云末的攻击 直接被云末斩下了头颅 这样的一幕 令得这三人无比震撼 那两个空道尽武者 这时候都停下了身形 瞪大了眼睛望着云末 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两个空道尽武者发现 那年轻人 明明没有使用多大的力量 然而剑招的威势 却无比可怕 甚至令他们都感觉到了威胁 远游尽武者 竟然能够威胁到空道尽强者 这是什么概念 两人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绝对不是一般人 那少年也是非常的震惊 很快他便清醒过来 开始默默地体悟 云末刚才的那一件 约末一刻钟的时间过去 少年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对云末抱拳道 多谢道兄指点 道兄当真是好本事 一剑便可斩杀三阶巅峰妖兽 难怪能够一人 在这山脉当中行走 如道兄这般人物 才是真正的人节 在下斗胆请教道兄明慧 云末 这两个名字一出 仿佛有魔力一般 令得对面三人都同时一乐 不过下一刻 那空道境男子便是低声说道 不可能是那位存在 那样高高在上的人物 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 即便出现在这里 他恐怕也没有兴趣和我们说话 的确 从他刚才出手来看 虽然不凡 但也不过远由近而已 或许 他只是仰慕那位存在 所以取了同样的名字 那女子也低声说道 空道境男子看向云末 说道 多谢小友指点我家公子 不过 如今云家的那位神明般的存在 已经回到了元虚心 所以 你这名字 还是不要轻易透露为好 毕竟 谁也说不好 那位存在是否会介意 害怕 怕什么 这天下岂有取了名字 就不让别人再取得道理 而且那位前辈 乃真正的豪杰 想必也不会在意这些小事 那少年孝道 云兄 在下胡志远 左随学宫弟子 云末微微点头 听到这个名字之后 便确定了自己刚才的猜测 对了 道兄可是左随学宫弟子 胡志远问道 曾经是 听到云末的话 胡志远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曾经是 道兄 难不成是某些家伙设计 将你逼走了 如今的左随学宫 正是学员离开的时候 至少都是远游镜 如云末这等天才 必然是空道镜 所以胡志远才会有这样的猜测 否则的话 云末怎么可能提前离开左随学宫 这小子 已经完全将云末看作了远游镜舞者 云末微微一笑 刚要解释 便听到胡志远冷哼道 那些猪虫 非要将左随学宫搞得乌烟瘴气才行吗 云兄你不用担心 这件事我来解决 肯定为你讨个公道 有你这样的天才 是我左随学宫之姓 岂容那些混蛋胡来 云末文言目瞪口呆 这胡志远还真是有趣 自己都还没说什么呢 他就断定 自己在左随学宫 遇到不公平的待遇了 不过云末也不点破 只是笑眯眯地看着胡志远 走 我们这就回去 胡志远说道 那空道镜舞者狐疑地看着这一幕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但自己公子这样的态度 他也不好多说什么 直接祭出了一艘非洲 载着几人往左随学宫飞去 路上 云末向胡志远问道 你的祖上 可是胡生 两个空道镜舞者文言 立即警惕起来 他们感觉这年轻人相当神秘 如今竟然又问出了如此奇怪的问题 顿时感觉不对劲 左随学宫弟子 谁会不清楚那个问题 所以对方必定不是左随学宫弟子 两个空道镜舞者 立即站到了胡志远身旁 警惕地望着云末 不过少年胡志远却是笑了起来 他说道 看来云兄最心于修炼 对其他事情并不怎么关注 其实 那是我父亲 而不是我的祖上 我父亲成亲叫晚 生下我 算是老来得子了 两个空道镜舞者 越看云末越觉得不对劲 那男子心中冷笑道 想要借助公子谋算什么 却连相关的消息都不打听清楚 小子 你太嫩了呀 哼 就将你带去左随学宫好了 到时候 面对那么多强者 看你能如何 空道镜舞者的飞行灵器 速度也是极快的 没用多久 便来到了左随学宫 胡志远火气很大 带着云末匆匆前行 很快便来到了一座大殿之中 大殿之中 坐着一个异常魁梧的男子 正与人谈笑 胡志远直接走了过去 然而未带他说什么 那空道镜男子 便是忽然高声道 公主 我们发现了一个心怀不轨之辈 此子言称自己是左随学宫弟子 以此靠近公子 然而此人绝不是左随学宫弟子 因为他竟然连您和公子的关系都不知道 而胡志远愕然地望着那空道镜男子 显然没想到 对方会这么说 大殿之中的其他人 也都紧张起来 警惕地望着云末 然而 令所有人都惊议的是 云末忽然笑了起来 并且开口说道 野人 多年不见 没想到 你竟然已经是左随学宫的公主了 大殿之中 被称为公主的男子 正是野人胡生 当年云末他们那一届学生当中 天赋顶尖的存在 云末看到胡志远的时候 便察觉到 对方可能是胡生的子嗜了 又见他剑法方面的天赋不错 所以就过去指点了一二 听到云末的话 周围人全都惊愕了 因为云末看起来十分年轻 对方怎么可能是公主的朋友 如今 胡生已是问心境中期修为 虽然在鼎盛时期 但也即将走向衰老 这个来年轻人 若是与胡生同龄 实力该有多么强大 但众人又不得不信 因为如今的左随国 已经没有多少人 敢称呼胡生为野人了 只有胡志远 和那两个空道进武者 忽然想到了什么 随后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望着云末 难道 这位云兄 真的是那位云末前辈 胡志远震惊地想到 不过随即 嘴角抽搐起来 若真是那位云末 那他刚才叫云兄 可就有些放肆了 胡生看到云末之后 顿时大笑起来 云末 没想到我在有生之年 还能看到你啊 前些日子听说你大发神威 让我好生震撼 不过之前看到梦 却没有见到你 还以为你 不认我们这些老朋友了呢 哈哈 怎么可能 云末笑道 胡生立即邀请云末落座 而他就坐在一旁 不敢坐在主位 旁边的那些舞者 立即恭敬地退走了 而胡志远三人 则是尴尬地站在那里 做也不是 走也不是 哈哈 不用在意 你们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警惕一些 才是应有之理 怎么了 胡生问道 云末便将之前的事情 简单说了一遍 胡生哈哈一笑 道 没事了 你们退下吧 是 两个空道禁舞者 如蒙大赦 立即退走 一旁的胡志远挠了挠头 随后不好意思地说道 云前辈 刚才是我放肆了 还请见谅 哈哈 没关系 你的性子 倒也和你父亲相似 云末笑道 胡志远立即便要退下 让自己父亲和云末交谈 云末却招了招手 道 别急 过来坐着 胡志远见胡生点头 立即坐到了云末旁边 云末对胡生说道 小家伙的性子 我很喜欢 而且他在剑法方面的天赋 也是绝佳 我想让他加入柳原剑宗 不知你意下如何 想必你也听说过 我所在的柳原剑宗 小家伙非常适合那个地方 若是加入 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 胡生立即激动起来 虽然他实力不怎么样 但也对云末所在的宗门有所耳闻 自己的儿子 加入柳原剑宗 绝对远比在左随学宫学习要强 虽然有传言说 柳原剑宗分崩离析 但只要有云末在 自己的儿子 将来的成就 便必定不会低 求之不得的事情 我岂会拒绝 胡生激动地说道 随即看向胡志远 臭小子 还不赶紧败谢 多谢云前辈 胡志远也是眼睛发亮 他自然明白 加入了柳原剑宗 意味着什么 这简直就是天上 掉下来的一份大机缘啊 闲聊片刻后 胡生说道 对了 眼下梦他们 在科业老师那边 你不少同门都过来了 是吗 如此我便去老师那了 云末微微抱拳 随即带着胡志远 去往了科业他们所在的地方 老师 各位师姐 师兄 云末进入科业当年的府邸 发现里面相当热闹 科业的不少弟子 都齐聚于此 李血迹 骆洪娇 曾全才等弟子 老师科业 以及师娘谢洪莲 旁边还有 和科业长得极为相似的男子 应该是科业的子嗣 房间当中十分热闹 这些人 都是听说梦儿回来之后 匆忙赶过来的 这些人的天赋 大多都是问心静王 齐聚于此 算得上是一场盛会了 哈哈 师弟 云末师弟 还以为你忘记我们了呢 落红娇哈哈笑道 云末眸光扫过周围熟悉的人 心中一阵感慨 一百多年过去了 所有人都不在年少 尽管多数人都踏入了问心静 并未衰老 但也成熟了很多 踏入中年了 忽然 云末轻轻挥手 身后一个捏手捏脚的女子 便是被她禁锢 随后 她轻轻弹指 在对方光洁的额头上 谈了一计 孟思思委屈巴巴地揉着额头 师兄 这么多年了 你还这么欺负我 我都是大人了 孟思思当然是大人了 她甚至都是当老祖宗的人了 不过在云末这里 还保持着一分当初的调皮性子 本来 茂儿和颜飞横 是过来邀请这些人去 参加婚礼的 不过现在 却变成了叙旧的聚会 见颜飞横也有些无聊 云末便将胡志远交给了她 这小子天赋不错 后面你有空闲了 好好指点指点她 颜飞横本没有什么厉害的功法和秘书 加入柳元剑宗之后 便修炼了剑诀 所以她在剑法方面的造诣 可是比云末厉害的 也因此 云末将胡志远交给了颜飞横 这两人本来在这里就没什么事 干脆就出去练剑了 云末他们在房间之中说着 天南地北 时而感慨 时光之聪聪 不久之后 又一位熟人来此 朝这里面高声说道 可言 当初我就不该将云末让给你的 否则的话 如此场面 就该出现在我的府邸中了 来者 正是齐宇战军 他还记得当年科业莫名其妙 抢走云末当弟子的事情呢 齐宇老师 快快上座 今日艳阳高照 天空出奇的蓝 所有的植物 似乎都变得生机勃勃起来 一位老者 带着一个半大小子 缓缓在路上走着 很快便看到了 那座雄伟的城池 爷爷 这就是观山城吗 好气派啊 我说吧 一定会带你看到这座尾城的 老者笑道 爷爷我们走近些看吧 好 不过想要进入城池 得花费一定的零食 爷爷可给不起 没关系 就在外面看看就好 爷孙俩缓缓走着 很快便来到了观山城附近 却惊异地发现 观山城外 密密麻麻地放着桌子 上面摆满了各种真修 特别是桌子上放着的那些酒 飘出阵阵香味 令得老人暗暗咽了口唾沫 当然 那半大小子 也是偷偷咽了口唾沫 那些美味引诱着他 爷爷 为何观山城外摆放了这么多酒桌 半大小子有些不解 我也不知道 老者也很是纳闷 爷爷 我饿了 你看 那是水寒萝卜 听闻很是脆嫩爽口 还有那边是价值连城的密雀 烤得金黄 肯定很好吃 还有那边 全都是传说中的美味 半大小子一边流着口水 一边说道 这些东西 你就不要多想了 我们是没有机会吃到的 这里的每一道菜的价值都高得难以想象 我们便是连一口都吃不起啊 也不知道 究竟是谁在这里摆放了这么多菜肴 老者说道 随后便要拉着孙子离开 这些东西不是他们能享受的 然而就在这时候 却忽然有一人匆匆而来 对着观山城当中高声说道 小的张角 祝孟儿仙子和颜公子新婚快乐 永远幸福 之后 这人便坐在了少一人的桌子上 与其他人一起大快朵一起来 原来是有人成亲啊 老人和半大小子 有些羡慕地望着那些人 不过片刻之后 老人便是露出惊异之色 不对 刚才那人分明都没有请柬 为何能够落座用餐 老人转头望去 发觉有不少人来到此地 对着观山城说着祝福的话 然后便落座 凑成一桌之后 便开始吃了起来 爷爷 半大小子转头看向老者 露出了一脸的蹊跡之色 老人连忙走了过去 问道 这位道友请了 为何周围道友并无请柬 却能在此吃饭呢 哈哈 老丈还不知道吧 这是袁绪心最强者 云墨前辈的妹妹 孟儿仙子成亲了 云家是多么强大的存在 老丈恐怕也明白吧 孟儿仙子和颜公子成亲 于观山城设下大宴 免费请所有人吃酒 云家实在厉害 将周围不少城池的厨子 都请了过来 整个观山城都摆满了酒桌 这不 城中摆放不下了 甚至都摆到了城外 只要说上两句祝福的话 便能坐下来吃酒 老丈赶紧祝福 孟儿仙子和颜公子 然后入座吧 还有这等好事 这些菜肴 全都不凡 云家得多有才力才能办到 嘿 这算什么 你是不知道 云墨前辈前些日子 回到观山城 随手给的入城费 都是两斤几品零食 这么点吃食 还不被云家放在眼里 老人和半大小子 皆是激动不已 没想到 自己竟然能够遇上此等好事 竟然能有幸吃到这一辈子 都不敢想得美味真秀 于是 两人真心地祝福了两位新人 然后落座吃了起来 银郎族组长迎席道 送上灵脉一条 听到城中的唱名声 周围舞者皆是心惊不已 云家果然非凡 银郎族来贺喜不说 竟然一出手 便是一条灵脉 这算什么 之后 肯定还有更厉害的 元旭宗宗主 元旭新兴主 人长风大人道 送上顶尖药田一块 大魔宗宗主道 宋玉王竟灵气一剑 五都大玉玉王 五都玉王道 宋生命星辰一刻 三十大玉玉王 三十玉王道 宋玉王竟巅峰傀儡一句 我的天 竟然连玉王都来了 听着那一个个 令人震撼的名字 以及价值难以想象的贺力 众多舞者 全都震惊不已 以前他们只是听说云家的凡胜 这一刻 才真正感受到云家的强大 观山城外 一位老者和一位老玉 神色复杂地听着那些名字 那老者看了看手中的礼物 相较那些大人物送的东西 简直太过寒酸 他说道 要不 我们还是回去吧 老玉叹了口气 道 也罢 离去吧 我们早就 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两人转身离去 神色无比地落寞 然而在云家之中 云末和梦儿对视一眼 同时朝着城外飞去 小元 小安 怎么来了去不进来 怎么 不想认我们这些朋友了吗 云末笑道 老者和老玉 便是当年柳刀萌的蔡小元 和蔡小安 这一刻 周围舞者皆是将目光聚焦到了 两位老人身上 这两位是什么身份 竟然能够让云末兄妹 亲自出城迎接 无数的目光当中 满是羡慕之色 哪有 我们正准备进去呢 蔡小元和蔡小安两人 眼角有泪水汇聚 当年的朋友 并没有忘记他们啊 梦尔的婚礼 空前的热闹 可谓近年来 袁虚心最引人注目的盛事 听闻送上祝福便可吃酒 也不知有多少舞者前往关山城 云家则是来者不惧 以至最后 酒桌都摆向了云上山脉 甚至 有星空中的强者听闻此事 慕名而来 梦尔的婚礼 俨然成了整个袁虚心的盛事 由于酒席需求量巨大 因此很多地方 都在往这边输送食材等物 而云家舞者 也不断从各地请来厨子 对于其他势力来说 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如此花费 是他们难以承受的 然而 这对云末他们来说 却算不得什么 甚至可以说 这是婚礼中 云末最不关心的事情了 自己妹妹的婚礼 云末自然要让其成为 袁虚心最为热闹的婚礼 这场婚礼 云家大摆流水席三日 甚至酒桌都摆到了其他城市 其热闹程度 可想而知 婚礼过后不久 云末便前往了上古站场所连通的那处名府 青铜大门之后 必定蕴藏了极大的秘密 那样的秘密 甚至是神帝敬强者 都不知晓得 所以 对任何一个舞者来说 他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没用多久 云末便来到了青铜大门之外 他仔细查看了青铜大门 以及周围的巨大柱子 最后得出结论 这是一处阵法 而且 这阵法 还没有完全破碎 据说此乃地狱之门 这扇大门之后 真的是地狱吗 云末自语 他想起了距离五都大狱 最近的小残狱 那里似乎也是地狱 难道 这道青铜大门 所通向的地方 就是如小残狱 这样的地方 仔细揣摩了数日之后 云末终于是有了不小的收获 他得到的阵法传承可不简单 所以 尽管这传送阵异常地复杂 云末仍旧弄懂了其中部分 或许 我可以尝试修复部分 然后启动它 说吧 云末便开始尝试了 他将身上最好的那些阵法材料 全都拿了出来 不时炼制一番 随即扔向青铜大门和四周的柱子 与此同时 云末还打出道道玄奥的阵纹 没入其中 就这样 经过十几日的修补之后 青铜大门和几根巨大的柱子 终于是恢复了一丝往昔的恢弘与大气 其上流转的阵纹和道运 也与之前完全不同了 就好像失血过多的舞者 忽然吃下了一枚补血的丹药 修补这座大阵 云末耗费的代价极大 身上的那些材料 几乎已经耗尽了 不过 若是能得到青铜门之后的隐秘 这一切就都是值得的 希望不会出什么问题 云末低语 他明白 要通过这青铜大门 必然有一定的风险 但这样的风险 是值得去冒的 之后 云末便开始尝试催动这座大阵 甚至不惜拿出了一些灵精来 为大阵提供能量 终于 在云末不断地尝试之下 四根巨大的柱子 同时发出了绚烂的光芒 这时候 无尽的玄奥纹路在虚空之中流转 整个名府都微微震动起来 这种景象 震撼人心 不久之后 歌之一声 青铜大门缓缓打开 便仿佛是有人 从里面将青铜大门推开来了一般 一股狂风吹来 夹杂着浓郁的雾气 其中仿佛蕴含着最为诡异的气息 云末将视线投向了青铜大门之中 却什么都无法窥见 对面的那片空间 神秘而诡异 便仿佛当初云末在炼狱之城外 透过天路 看向另外一个世界 由于片刻之后 云末中视深吸口气 迈步进入了青铜大门背后的那方空间 谁也没看到 当云末迈步进去之后 青铜大门又发出了歌之声响 随即重重地关闭起来 整个青铜大门 变得更加扭曲了 而几根巨大的柱子 也变得更为腐朽 云末穿过青铜大门之后 眼前的景象 立即变得扭曲起来 他根本就看不清楚周围的一切 并且连他的魂石都感觉到了四周的扭曲 阵法水平已然不低的云末 这时候清楚地知道 自己正通过特殊的阵法通道 前往一个未知的空间 也不知过了多久 云末脚下踩石 周围的景象也不再扭曲 他看向四周 顿时露出了惊异之色 前方有着大量的建筑 样是非常的古朴 与禁地之中的那些建筑 十分相似 云末没想到 冥府之中的建筑 全都崩塌了 只剩废墟 而此地 竟然还保留着这么多完好的建筑 当然 其中一些 也坍塌了 有的一眼便能看出 那是因某种战斗而坍塌的 而另外一些 则是因为岁月的长久侵蚀 无人照料 从而坍塌 云末忽然转头 那个方向 竟然立着一块不大的石碑 而看清楚上面的字以后 云末心中立即便是大惊 因为那上面写着 地狱第二层 此地 竟然当真是地狱 现在 云末已经丝毫不怀疑 这个世界上有冥府和地狱 因为他都亲自见过了 而且 可能真如传说一般 存在十八层地狱 只不过 因为某些变故 整个冥府已经停止了运转 或许 这一切都与护天大将釜底中 那壁画上所记载的那场 今世大战有关 毕竟 那场战斗 连天地都参与了 没理由冥府不被牵扯其中 云末缓缓向前走去 整个世界显得极其安静 他甚至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往日可忽略的心跳声 在这里 却如同肋骨一般 这里真的只有云末一个生灵 因为云末在这里 连一个不死生物都没有看到 没用多久 云末便来到了这些建筑中 这里同样极其安静 并且 此地只剩下了这些建筑 不像禁地之中的那些遗迹 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物品 当云末走到这些建筑的中央之后 发现这里出现了一个大坑 像是有什么建筑被人挪走了 咦 云末跳进大坑中 捡起了一块匾额 上面苍镜有力地写着 玉王殿 若是猜得没错的话 这应该是第二层地狱的玉王 所居住的地方 看来 某些存在搬走玉王殿的时候 显得颇为仓促 不然的话 也不可能连匾额都掉落在了这里 云末私存到 随即 他的魂石落在了匾额之上 片刻后 云末惊异地发现 这匾额之中 竟然还蕴含有 某种惊人的盗蕴 对云末来说 那一丝盗蕴有些鸡肋 但哪得新主镜和玉王镜舞者 这便是天大的机缘 仔细看了看这匾额之后 云末催动灵气 将匾额扔了出去 结果 匾额速度快得惊人 直接将前方 一座巨大的山峰 给轰成了平地 云末看得目瞪口呆 一块匾额而已 竟然堪比玉王镜后期灵气 果然不会是玉王的物品 云末得到过 一玉王的部分传承 所以知道 一玉王的实力 堪比神帝竟强者 此地的玉王 很可能就是二玉王 其实力 自然不会下于一玉王 一位神帝级别的强者的匾额 拥有如此威势 也就说得通了 忽然 云末露出惊异之色 他快速前行 来到了那座被轰平的山峰前 他快速收起那块匾额 随即看向了前方 乱石之中 似乎有点点筋芒浮现 云末猛地挥秀 那些碎石立即消失不见 当里面的东西显露出来之后 云末顿时倒吸冷气 只见一具巨大的金色骸骨 静静地横卧在那里 其一头两身 分明是肥义的尸骸 那金色枯骨之中 隐隐传来无比惊人的道运 那样强大的道运 云末也只有在神帝级别的强者身上 才感受到过 这具枯骨 竟然是一条神帝级别的肥义所留 原来是一座大阵 云末眸光一凝 前方有阵纹流转 这肥义 分明是被大阵给镇压在了此地 从而身陨的 果然不愧是地狱啊 竟然曾镇压过如此强横的存在 忽然 云末脸色大变 因为前面的阵纹忽然暗淡下来 接着有砰砰的声音响起 噗哧 那巨大阵法 因为云末之前的干扰 竟然直接破碎了 而那具神帝级别的枯骨 哪怕只剩下骨头 也蕴含着无比可怕的骑士 云末由于离得太近 竟然无法承受那种威压 直接一口血喷了出来 刷 云末催动逍遥身法 快速后退 不敢再靠近那枯骨 他心中震撼 他的实力 在神域之中已经算厉害了 可在神帝静强者面前 却什么都不是 一具枯骨而已 便让他遭受创伤 云末看着这具枯骨 叹了口气 这种级别的骸骨 可是极好的东西 其无比坚硬 甚至可以用来炼制地气 可惜 以云末的实力 根本带不走他 别说将之收入小世界 便是靠得太近 恐怕云末都会生育 云末在第二层地狱之中游走 发现了不少被镇压的强者 也看到了大规模的牢笼 这个地方的的确确就是地狱 而且云末还发现了 一个惊人的事实 这个地方并不是某颗星辰 而是一个小世界 历经无尽岁月 这小世界也没有破碎的迹象 它的主人该是多么强大 也不知道 其是否还活在这个世上 这里的一切 都让云末感到震惊 第二层地狱很大 但也不比神域 所以没有耗费多长的时间 云末便将这里逛了个遍 发觉得不到更多有用的信息之后 云末便准备离开此地了 这地方太过安静和诡异 让云末很不舒服 他在这里一直保持着警惕 第二层地狱之中 有两座传颂阵 但其中一座已然破碎 而剩下一座 则是连接冥府的那一座 看来 云末也只有原路返回了 希望这阵法 还能撑得住 云末有些担忧地说到 他知道这阵法激进破碎 若是他无法返回原虚星 可就完大了 最终 云末打开了阵法 离开了第二层地狱 他没有驱动那些尸骸 陈眠吧 云末进入阵法之后 眼前的景象再次模糊起来 他知道 自己正快速返回冥府 然而忽然间 云末感觉自己的速度慢了下来 周遭的景象也逐渐清晰 云末脸色大变 因为他还在通道之中 并未走出通道 这种现象表明 传送阵法出了问题 糟了 云末脸色变得无比凝重 谁也不知道 第二层地狱和冥府之间 究竟隔着多么遥远的距离 若是他停在了未知的空间 鬼知道还能不能回去 而且 若是传送通道破碎的话 他将会非常危险 不过下一刻 云末便是瞪大了眼睛 露出了震惊之色 连现在的危险处境 都被他望到了一边 死 云末望着眼前的景象 倒吸冷气 明明在传送通道之中 云末却感觉自己 看到了整个三千边缘星域 无尽的星空之中 有数之不尽的锁链汇聚而来 锁困着未知 只看一眼云末就知道 这些锁链乃是道则所化 十分玄妙 为何整片星空都有道则化成的锁链 不对 还有大量锁链 疑似从三千边缘星域之外而来 难道 是从主星域和神域而来 云末心中震撼不已 不明白这些道则锁链 究竟是怎么回事 谁能有如此大的手笔 而这些道则锁链 又所困住了什么可怕的存在 这样震撼人心的画面 让得云末脑袋几乎停止了思考 要做到这一点 需要多么强大的实力 忽然 云末视线下移 他发现距离他最近的一条道则锁链 竟然断裂了 其中一头连接着星空 另外一头连接着一个小世界 等等 那不是第二层地狱吗 云末心中隐隐有了一个想法 第二层地狱出现了问题 会不会就是与此有关 他双眼死死地盯着断裂的锁链 最后震惊地发现 自己竟然能够缓缓靠近那条锁链 云末缓缓来到断裂锁链的一端 没有靠得过近 他发现 这条道则锁链正在以一定的速度消散 云末仔细感悟这条锁链 发觉其中蕴含了极为玄妙的大道 以他的实力 无法参透其中的万一 不过 这条断裂的锁链 却对云末极其有用 参悟此等大道 是难以想象的机缘 云末哪里肯错过 他直接盘坐在了锁链之前 开始参悟大道 也不知过了多久 云末陡然惊醒 因为他发现 那传送阵的通道 竟然消失不见了 最让他惊骇的是 断裂锁链的两端 竟然有细小锁链浮现 缠绕在他的身上 似乎想要通过他的身体 重新连接在一起 陡然间 云末毛骨悚然 他飞快起身 猛地一拳轰击在那些细小锁链之上 然而 让他惊骇的是 他施展自己的拳法 竟然完全奈何 不得这些细小锁链 云末毫不犹豫 直接祭出了金色大钟 轰向了这些细小锁链 碰 还好 金色大钟威势极强 直接轰碎了这些细小锁链 云末再不敢留在此地误导 他看向之前传送通道的方向 尝试联系传送阵 然而 任他如何尝试 都无法成功 云末额头之上 渐渐有冷汗浮现 这个地方极其诡异 也不知道是什么空间 他几乎能看到整片星域 却知道那并不真实 这并不是三千边缘星域所在的空间 极有可能 这是道泽所化的一方虚空 若是被困在这里的话 云末恐怕只有老死在这里 又或者 会成为连接那条断裂锁链的工具 眼看着断裂锁链的两段 有新的细小锁链浮现 向他缓缓移动而来 云末一阵头皮发麻 这时候 他也再顾不得其他了 将星神沉入小世界当中 用尽办法联系郑庆 然而 任云末如何尝试 天地印都没有半点反应 甚至完全放弃了 吸收外界的能量 很明显 这个地方 让郑庆都感到恐惧 若是我被困在这里的话 你也永远无法出去了 云末对着天地印大喊道 哇 仿佛听到了云末的言语 天地印忽然浮现出了 萌萌清光 不知为何 云末似乎懂得了郑庆的意思 他将小世界打开一条缝 随即 万千玄奥阵纹 从天地印当中冲出 飞向了外界 不久之后 云末的身前 便出现了一条新的传送通道 这条通道 并不是之前的那一条 但云末也顾不得其他了 快速冲了进去 随即 云末眼前的景象再次变得模糊起来 他终于松了口气 总算是离开了那方奇特的空间 谢了 云末对天地印说道 可这时候 郑庆再次没了反应 不久之后 云末双脚落地 他发现 他来到了一个 与第二层地狱十分相似的空间 这是第一层地狱 云末惊异地望着旁边的一块石碑 这地方 竟然是第一层地狱 可是 这里并不是小残狱 而是一个小世界 若此地是第一层地狱 那么小残狱那里 又是什么地方 片刻后 云末明白过来 就如同名府大陆 和元虚星连接的名府 都是名府一般 这两个地方 也都是第一层地狱 只不过 小残狱那里 只是分布而已 云末打量着此地 发觉这里 和元虚星连接的名府一样 全都化作了废墟 什么都没有留下 不过 云末在这里 却发现了一些虚空通道 第二层地狱的虚空通道 定然是因为锁链断裂的缘故 从而消失了 而第一层地狱 虽然因战斗遭到破坏 但虚空通道 却并没有受损 云末暗道 他没有在这里停留 直接选择了一处虚空通道 步入其中 不久之后 云末从虚空通道当中走出 出现在了一片陌生的星空之中 这时候 他才松了口气 只要回到了星空之中 应该就没有什么危险了 云末缓缓向前飞行 不久之后 便看到了一些新主镜 和玉王镜舞者 正在一颗星辰之上 争夺资源 这个地方 果然也是一处小残域 云末浑石一扫 立即便发现了一块石碑 上面磨损的厉害 不见地狱二字 但却能看到第一层三个字 如此 云末刚才的猜测 便得到了证实 云末身形一闪 立即消失在了原地 再次出现 已是到了几个激战的 玉王镜舞者身前 那几人见云末忽然出现 顿时大惊失色 他们当中 甚至有玉王镜后期舞者 却根本不知道 云末究竟是怎么出现在这里的 争斗的双方立即停了下来 无比忌惮地望着云末 各位不要惊慌 我只是想要问问路而已 请问 你们可知五都大狱 在什么方位 云末微笑着问道 对面几人沉默已对 不过 一个老者忽然走了出来 指了指头顶 五都大狱 大概在这个方位 不知这位道友 为何询问五都大狱 哦 我是五都大狱的人 云末笑道 随即身形渐渐虚化 消失在了原地 此人来去无踪 好生强大 周围舞者震惊地说道 五都大狱 与此地隔了数千座大狱 此人竟然出现在了这里 他的实力 恐怕至少都是欲王境巅峰 那老者难难道 老者所指的方向 虽然有一些偏差 但云末还是顺利返回了原虚心 而距离他离开 竟然已经过去了七八年的时间了 这些年 孟儿和黎烟他们 都相当担心云末 看到云末回来之后 这才松了口气 之后 云末不再离开 而是专心悟导 空闲时间 他会想办法 提升亲人和朋友的修为 当年他没有这么做 就是怕落天看出端倪来 可现在知道 神帝尽强者 无法进入三千边缘心域之后 云末便放心了很多 转眼之间 孟儿和颜飞痕 便已澄清二十年了 离炎看着两人的眼神很不对劲 不时还会哀声叹气 让得颜飞痕非常心虚 这一天 离炎终于忍不住了 拉住了两人 异常认真地说道 我说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 莫也说了 你们身体很好 不存在问题 可二十年了 咋肚子就是没动静呢 孟儿脸上立即出现了两团红蕴 娘 不是不想让您抱外孙 而且也与夫君没有关系 是我现在还不能要孩子 原来 因为神则莲子的原因 孟儿暂时无法孕育摊 一切 都需要时间 待得孟儿成长起来之后 一切就不是问题了 关于此事 便是云末 都没有办法 就这样 三十年过去了 离炎等人在云末的帮助下 甚至都踏入了欲望境 而云末也正在为冲击圣人敬九层天做准备 忽然有一天 有柳元剑宗弟子寻来 告知了一个让云末杀意滔天的消息 真地宗的人设下计谋 险些害死阿里 真地宗 真是该死啊 云末听闻这个消息 脸色无比的阴沉 末护法放心 阿里师姐没事了 幸好宗主及时赶到 一剑斩杀了敌人 那弟子说道 提及此事 他脸上满是兴奋之色 那柄灵剑 实在太厉害了 几乎与宗主的大道完全契合 宗主一剑斩下 便是真地宗的主宰镜巅峰强者 都为之变色 云末这才放心下来 他没想到 存则掌握那柄灵剑 竟然会变得如此强大 甚至比他都要厉害了 看来 是时候返回神域了 云末难难 孟儿和颜飞横 也将目光投向了神域 三十年过去了 神域的某些人 或许都快要遗忘他们了 不过在这之前 还是先将境界提升试上去吧 三十年的准备 也差不多了 孟儿和颜飞横文言 皆是震惊不已 没想到短短三十年时间 云末便又要做出突破了 颜飞横使人亡血脉 修行速度远超常人 如今的他 已经无限接近圣人静后期了 然而 如此快的修炼速度 却完全无法与云末相比 事实上 云末之前在道则锁链旁悟道 收获极大 所以 早在十年前 云末就有把握 突破到圣人静九层天 之所以拖到现在 就是想要一举冲到圣人静巅峰 如此 他就可以立即为冲击主宰静做准备了 而现在 自身的积累已经足够 云末有九层的把握能够成功 做出决定之后 云末催动逍遥身法 远离大陆 来到了海洋中的一个小岛上 他刚要设下静置 冲击圣人静九层天 便听得一阵大笑声传来 笑声相当嚣张 哈哈 终于修得人行了 何处去不得 一男子立在大海上空放肆大笑 他忽然一掌拍出 整片海洋都震荡起来 高达数百丈的巨浪 陡然袭向了四面八方 哈哈 好强大的力量啊 云末看着那男子 忽然笑了起来 原来是那株繁星藤 一百多年过去 这家伙也修炼成人形了呀 不过 你境界提升了就提升了 掀起这么大的浪涛 祸害陆地生灵作肾 当初云末便是从这一株繁星藤身上 得到了繁星灵果 从而踏入星主镜的 想不到此刻 再次见到了这株繁星藤 云末随手一挥 无尽灵气便是汹涌而出 瞬间便抹平了巨浪 巨浪滔天的大海 立即恢复了平静 那繁星藤见此脸色一变 喝道 谁 我嗯 一只灵气大手飞来 直接将繁星藤抓在了手中 任其如何尝试 都无法挣脱出来 感受到那种力量的恐怖 繁星藤脸色 立即变得苍白起来 他感觉自己相当倒霉 怎么刚突破境界 就遇到了这么可怕的存在 云末将繁星藤拉到身前 繁星藤看到云末之后 眼中露出一丝疑惑之色 片刻之后 其心中大害 他终于记起云末来了 繁星藤立即露出了一副可怜模样 口中哀求道 小的不知大人在此 无意间冲撞了大人 还请大人不要计较 饶了小人吧 世上强者无算 你这点实力 可还不够看 你这一身修为来之不易 莫要再自悟 滚吧 云末随手一扔 繁星藤便被扔进了星空之中 这繁星藤倒也没有太过得罪云末 而且以前也算是帮助过云末 所以他并没有杀死对方 若非他遇到的是云末 换做其他人 这小子恐怕已经死了 强者是有威严的 弱者冲撞了强者 通常就是个死亡的下场 之后 云末在这座小岛之上 布下了静止 又撒下大量灵精 随即便开始冲击圣人静九层天 三十年的积累 加上之前在道泽锁链那里的收获 云末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来突破了 当然 圣人静武者 用以提升实力的宝圣丹 才是云末最大的医仗 千雷影被云末催动到了极致 他体内的灵气 一遍遍地在经脉当中游走 而他所领悟的各种道泽 则是化作了无尽道文 缭绕在他身周 让他看起来如同神灵 也不知过了多久 云末忽然拿出了剩下的几枚宝圣丹 全部扔进了口中 刹那间 浓郁的药性 裹挟着云末体内的灵气 冲向了四肢百骸 几乎是他吃下丹药的一瞬间 他体内便仿佛有什么禁锢破碎了 体内的灵气 如同海浪一般 发出阵阵轰鸣 圣人静八层天 与圣人静九层天之间的壁垒 被云末打破 他身上的气息 陡然暴涨 这时候 云末的气息 陡然朝着四方延伸 片刻之后 这附近的几个大狱 都笼罩在了云末的强大气息之下 大哥突破了 严飞横露出惊喜之色 他好了 梦儿高兴地几乎跳了起来 没想到 云末竟然这么顺利 便踏入了圣人静九层天 元虚星的舞者 这时候全都震撼地 望向云末所在的方向 那种强大的气息 让他们误以为是神灵将士 一些舞者 甚至朝着那个方向不停叩拜 如此强大的气息 不是神灵 也差不多了吧 不仅仅是元虚星的舞者 星空中的舞者 心中也无比的震撼 五都大狱附近的人 全都无比震惊地望向元虚星 大魔宗宗主入节惊呼道 这便是云兄的真正实力吗 果然强大到 我等难以想象的程度了呀 星空中的舞者 便是连圣人静舞者都很少见到 更不要说云末这等强者了 要知道 云末的实力 可是堪比主宰静强者的 云末身上所散发出的强大气息 便是一般的主宰静中期舞者 都无法与之相比 云末未踏入主宰静 却已经超越了大部分的主宰静舞者 云末冲破那层壁垒之后 身上的气息暴涨 四方的灵气 疯狂地朝着他涌来 被他运转迁雷 引化作了自身灵气 当然 灵气最为浓郁的 还是那些灵精 然而忽然间 云末露出了震惊之色 因为一股比灵精之中 灵气还要浓郁与精纯的灵气 陡然从虚空之中浮现出来 涌向了云末体内 而让云末震惊的是 这些灵气 竟然是属于帝丹的灵气 不 这不是帝丹 这种气息 完全超越了 我曾炼制过的帝丹的气息 云末心中无比震撼 据他所知 他的医术 几乎是这个世界上 最为顶尖的水平了 便是要均 都无法与他相比 然而如今 他却感受到了一种 比他所炼制的帝丹 还要厉害的丹药 这让他震惊到了极点 世上人杰无数 果然还有比我走得更远的人啊 云末震撼地说道 忽然 他瞪大了眼睛 惊呼出声 这种气息没错 这是那些奇特植物 所蕴含的气息 据郑庆所说 云末小世界中的 那几株奇特植物 来自神祖世界 如今 云末竟然在某种丹药的灵气之中 感受到了这种 来自神祖世界的气息 这说明 曾有一道大家 利用神祖世界的灵药 炼制过灵丹 难道 这是神祖世界的强者 所炼制的丹药 云末心中震撼地想到 这种奇特的灵气 仿佛来自星空之中 也仿佛来自未知的虚空 又似乎就来自于原虚星 那种气息 神秘莫测 让人捉摸不透 愣神片刻之后 云末便闭上了眼睛 开始认真提升实力 同时趁机领悟 其中所蕴含的道运 曾经云末以为 自己的医术已经绝颠 可现在才知道 他还差得远 终于 这么多年过去 他再次有机会 提升自己的医道了 那种气息 对他的帮助极大 有了那种奇特的灵气 云末提升修为 甚至都无需在吸收 灵精当中的灵气了 因为那种灵气极为浩瀚 几乎取之不尽 当初云末突破到 新主境的时候 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而在其他地方突破 便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很明显 这一切和原虚星有关 这颗生命星辰 还真是一个奇特的地方 很快 云末便沉浸其中 如痴如醉 那种奇特灵气 不仅让云末提升修为 变得极其容易 还让他的医道 都随之提升了 最重要的是 与此同时 他还顺利地将 自身的各种道则 融合在一起 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没用多长的时间 云末的修为 便提升到了 圣人静巅峰 当他触碰到 圣人静与主宰静之间的 那层壁垒时 这才缓缓行转过来 眼下 他还没有足够的能力 冲击主宰静 好强大的力量 云末伸展四肢 感觉随便一个动作 便可以毁掉一片星空 不过 云末相当清楚 仅仅这样 还远远不够 或许 唯有真正踏入了主宰静 他才会稍稍心安一些 希望在乱世到来之前 我能够踏入主宰静吧 云末难难 收起没使用多少的灵精 云末快速返回了观山城 梦儿等人 立即过来祝贺 不过片刻之后 他们便是沉默下来 因为他们都很清楚 现在 已经到了该返回神域的时候了 梦儿 去吧 你应该有更广阔的天地 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 已经足够了 如今 我们也都是欲王静修为了 星空之中 还有谁能威胁到我们 所以 不要担心 去吧 黎炎看着云末 笑盈盈地说道 这一次离别 他们并没有伤感 只是为云末感到骄傲 云望周也笑道 哥 姐姐 你们放心吧 这里有我呢 绝对不会再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还有我 我也很厉害的 云子兰也笑嘻嘻地说道 不久之后 云末他们挥手告别袁须心众人 云末 梦儿 颜飞横 秋良 梵景 以及野人的儿子胡志远 一同离开元须心 飞向了大残狱 最后 云末带上了柳元剑宗 在三千边缘星狱所寻到的弟子 乘坐飞行灵器 朝着神狱飞去 这一次 云末没有等其他人同行 他全力催动飞行灵器 以快到不可思议的速度 飞向神狱 没用多少时间 云末他们便离开了三千边缘星狱 穿越虚无空间 来到了主星狱外 然而忽然间 云末操控飞行灵器慢了下来 他走出飞行灵器 冷冷地看向前方 呵呵 你们果然出现了 一道声音传来 带着一丝兴奋 梦儿他们走出飞行灵器 皱眉看着前方 几艘巨大的非洲停在不远处 密密麻麻的舞者 堵住了他们的去路 其中圣人静舞者数百 圣人静巅峰数十 主宰静都有十人左右 为首一人 静洁在主宰静舞层天 此人身着灵甲 额前悬浮着一件强大魂器 正笑看着云末他们 很明显这些人是在针对云末 因为知道云末手段的人 额前一件魂器 几乎成了标配 依附于真帝宗的势力 云末开口问道 那主宰静舞层天舞者 身上穿着的灵甲 与真帝宗的环灵甲十分相似 所以云末有此推断 则则 不愧是天才末语啊 竟然一猜就中 那人笑道 直接承认了这一点 真帝宗的下属势力 我也知道不少 看你们的情况 应当就是主星域的势力 而拥有主宰静中期舞者的 只有流光星域 你是流光星域之主 不错不错 竟然猜得分毫不差 莫一师果真不凡 难怪得罪了真帝宗 还能活这么久 颜飞横走出飞行灵气 冷哼道 便是真帝宗想要对付我们 也只敢用一些 见不得光的手段 你们如此明目张胆地 对我们出手 难道就不怕太阴宫强者的怒火吗 听到颜飞横的话 那主宰静舞层天舞者 没有丝毫聚色 他笑着摇头 道 各位 你们去了三千边缘星域 难怪不知道如今的事情 什么事情 云墨冷声问道 他隐隐觉得 对方敢这么做 肯定是有一定的依仗 呵呵 告诉你们也无妨 让你们做得明白鬼 不久之前 踏天神帝已经从静地之中走出 且实力大涨 而其他神帝 嘿嘿 并未出现 云墨几人文言 脸色骤变 去往静地的神帝 眼下只有魏燕一人出来 而且实力大涨 这对整个神域来说 都是一件大事 很明显 魏燕在静地之中有所收获 所以实力大涨 但其他神帝呢 是在静地之中继续寻觅机缘 还是已经发生了意外 这件事情 对神域的影响极大 不管其他的神帝如何 魏燕一人走出静地 已然打破了神域之前的微妙平衡 云墨他们 则是受到了最直接的影响 虽然他们受到了太阴公的庇护 而且 太阴公也有不止一位堪比神帝的底蕴人物 然而魏燕身为真正的神帝 实力又大涨 定然不会惧怕这些血气有限的强者 当初魏燕因云墨多次丢脸 很难预料 他是否会对云墨采取报复手段 而眼前流光星域的舞者 显然就是看出了这一点 所以敢出手对付云墨他们 若是这些人成功的话 定然会得到真帝宗的奖赏 而太阴公 眼下真不一定敢对真帝宗出手 云墨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他倒不是怕眼前这些流光星域的人 而是魏燕的回归 给了他极大的压力 莫护法 要战斗了吗 我们也可以帮忙 新收的柳元剑宗弟子里面 有几个新主晋舞者 他们走出飞行灵气 战意盎然地望着前方 云墨见此微微点头 柳元剑宗的弟子 就是需要这种无谓的精神 不过 这样的战斗 这些新主晋小子 还帮不上什么忙 他对那些人说道 有这份胆气就够了 不过接下来的战斗 还不需要你们出手 在一旁看着就好 说吧 云墨又看向梦尔和颜飞横 道 照看好他们 这些敌人 我一人便可解决 梦尔和颜飞横的实力 都不弱 照顾这些新弟子 不会有什么问题 而前面的那些敌人 云墨一人便足以镇压 甚至都不需要动用金色大钟 哈哈 说什么大话 区区一个圣人敬舞者 哪来的勇气如此嚣张 流光星域的主宰敬舞者当中 共有两名玉王敬中期舞者 一个便是玉王敬五层天的 流光星域之主 另外一个 便是眼下说话的 玉王敬四层天舞者了 那玉王敬五层天的 流光星域之主冷笑道 墨宇 关于你的战力 我们早已做过分析 事实上 你本身的战力并不出众 你所依仗的 无非便是三种能力 一便是强大的魂技 可惜我有这件魂技 你的魂技 对我起不了任何的作用 二 你拥有一副诡异的大旗 可释放封禁之术 但我身上这件灵甲极为特殊 乃真地宗欲刺 你的封禁之术 可对我起不了作用 三 你拥有一件厉害的玉王敬灵气 可惜那件灵气 已经被静默到凶斩破 威势不在 你没了这些手段 也不过就是稍稍厉害一些的 圣人敬舞者而已 我要杀你 易如反掌 流光星域的舞者 全都笑了起来 真当世上 只有莫于你一个聪明人吗 啊 我们做足了准备 你没有任何活命的机会了 只要杀了你 踏天神帝必定会给我们 封厚的赏赐 到时候 说不定我流光星域 便能一举成为一等势力 似乎是想到了那种辉煌未来 流光星域的舞者 各个脸上都带着激动之色 若是他们流光星域 成为了一等势力 在主星域之中 那可就是顶尖的存在了 云墨仿佛没有听到这些话一般 面无表情地缓缓向前飞去 一旁的颜飞横 看向流光星域舞者的眼神 充满了怜悯 看来真地宗和叛宗 并不知道庄泰被大哥正杀了 否则的话 这些家伙 绝对不敢前来找死 嘿 庄泰那样厉害的强者 都被大哥正杀了 这些土鸡娃狗一般的家伙 又怎么可能是大哥的对手 自以为对大哥知根知底了 却不知 大哥这样的天骄 岂是那么容易就能被看透的 哥哥这次出手 恐怕又得让神域舞者感到震惊了 孟儿也说道 不过他脸上却带着忧色 云墨虽强 但与神帝比起来 还是差了太多 如今魏燕返回 对他们而言 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可惜的是 云墨缺少成长的时间 孟儿相信 若是给云墨足够的时间 他绝对能够超越魏燕 哼 果然不愧是墨宇啊 明知道就要死了 竟然还能面不改色 就冲这一点 我记你是条汉子 流光星域之主呵呵笑道 他上下打量着云墨 如同看着一件珍宝 他此时已经在幻想 将云墨的头颅 带到真地宗之后 得到魏燕赞赏的场景了 云墨并不在乎 这些人怎么想 因为当这些人决定 对他出手的那一刻 他们的结局 便已经注定 云墨只是问道 是魏燕让你们来对付我的 还是你们自己主动来找死的 大胆 踏天神帝的尊名 也是你能叫的吗 立即便有主宰 敬舞者高声呵斥 在这些人的眼中 成就神帝位的魏燕 早已成为神灵 不容亵渎 哼 踏天神帝是何等的存在 岂会亲自关注你这样的楼野 你这死死到临头了 竟然还敢如此嚣张 马上就让你看看 究竟是谁在找死 对于对面其他的何耻声 云墨自动忽略了 他只关心一个答案 当知晓并非是魏燕派人 对付他之后 他便松了口气 哪怕魏燕再弱 那也是一位神帝 被一位神帝盯上了 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更何况 据说魏燕实力大涨 已然今非昔比了 多谢道知答案 接下来 你们可以受死了 云墨眸光陡然一冷 立即催动逍遥身法 向前冲去 速度快到了极点 哼 大言不惭 那竹崽晋四层天舞者冷哼道 他祭出一剑魂器挡在额前 迎向了云墨 同时对流光心欲之主说道 师兄帮我提防着这家伙的封禁之术 没了封禁之术的威胁 我杀他如杀祭 欲王晋后期之后 每一层天都有着极大的差距 所以 身为主宰晋中期强者的这人 根本就没有将云墨放在眼里 根据他的了解 云墨虽然厉害 但最多和主宰晋初期舞者相当 与他相比 还差得太远 那些圣人晋舞者 完全就是来助阵 根本就没有动手的意思 此时流光心欲的众多舞者 冷笑地看着云墨 仿佛看到了云墨被那人撕碎的画面 哇 这主宰晋四层天舞者 祭出了一个火葫芦 立即有无尽到火飞出 那种火焰恐怖至极 温度已经高到了 常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死 那些之前还想要出手一战的 柳原剑宗新弟子 感受到前方那种恐怖的威势 顿时倒吸冷气 脸色发白 这就是神域的强者吗 这也太可怕了吧 简直不可敌啊 这简直就是神灵才能拥有的力量啊 新主晋舞者 与主宰晋强者之间的差距 实在太大了 所以感受到那人的恐怖 这些新加入柳原剑宗的弟子 全都忐忑起来 莫护法当真能够胜过如此可怕的强者吗 依附于真地中的势力 顶尖的几人必定是主宰晋强者 听闻莫护法不过胜人静 他当真能够应付如此可怕的对手吗 听到身后弟子的议论 严飞横转过头来 笑道 你们放心 大哥的实力 可不是一个普通主宰晋舞者能比的 看着吧 此人必死无疑 望着几乎包裹了整片星空的可怕火焰 云墨脸上却没有丝毫的句色 他只是低语道 魏燕走出境地 不能在此地浪费太多时间了 否则可能出现更多的变故 说吧 云墨立即催动一身的灵气 刹那间他身上的强大气息席卷而出 令得整片星空都剧烈震荡起来 什么 当云墨的气息释放出来之后 所有的流光心域舞者都为之变色 因为那种气息太过强大于可怕 与云墨战斗的主宰晋四层天舞者 也完全无法与之相比 圣人晋舞者 怎么可能拥有如此强大的气息 流光心域的舞者 全都露出惊骇之色 而柳元剑宗的几个新弟子 感受到云墨的强大气息之后 当即瞪大了眼睛 显得难以置信 云墨和对手境界的差距 可是隔着一个大境界 然而云墨的气息 却比那人还要强大 这位墨护法 简直强大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了 不好 当云墨的气息笼罩而来的时候 流光心域之主便是脸色大变 云墨身上的气息 竟是完全不比他弱 甚至有有过之 他完全没想到 云墨的实力 竟然已经强大到了如此可怕的程度 那主宰镜四层天舞者 根本不可能是云墨的对手 这些人错判云墨的实力 也是正常 毕竟云墨突破到八层天 以及九层天 极少有人知道 这些舞者 又怎么可能想到 云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竟然能突破到圣人镜巅峰呢 当初在禁地的时候 云墨才圣人镜七层天 那时候的他 对付主宰镜三层天舞者 可是都显得有些吃力的 杀 那主宰镜四层天舞者 这时候 心中也有些惊惧 但剑在弦上不得不发 他已经没可能退走了 只有硬着头皮向前攻去 傅天长 云墨调动一身的磅礴灵气 直接一掌拍出 嗡 一只巨大的灵气手掌 出现在了星空之中 整片星空 都在傅天长的强大威势下颤动起来 仿佛是在表示臣服 踏入圣人镜巅峰之后 云墨对于傅天长的理解 更甚往昔 所以 这一掌的威势 当真是空前的强大 云墨体内灵气远超同辈 加上他所领悟的道 则非同寻常 而且还掌握了掌法真意 这一掌拍出 简直如同年轻时的大虚 到底出手了 傅天长带着巨大的威势 向前拍去 狂暴的波动 令得那些炽热的火焰 瞬间熄灭 几乎是刹那之间 那喷火的葫芦 便被拍得四分五裂 其中的倒火飞出 朝着四方四略而去 不过片刻之后 便是在傅天长的 强大威势下 完全消散 众多舞者全都震撼莫名 那种恐怖的倒火 在云墨的攻击之下 竟然如同烟花一般 只有一瞬的绚烂 来不及了 流光星域之主脸色发白 他想要救自己的失地 却发现 他速度不够快 完全来不及救援了 不 那主宰镜四层天舞者 已经尽量高估云墨的实力了 但还是估算错误 望着几乎遮盖 整片星空的巨大手掌飞来 他惊恐大吼 不断打出道道强大神盲 想要轰破傅天长 然而 一切都是徒劳 傅天长一冲而过 那主宰镜四层天舞者 直接化作了积粉 消失在了星空之中 而直到此时 流光星域之主 才赶到此地 却已经看不到 自己失地的身影了 失地 流光星域之主发出背后 墨宇 你该死啊 流光星域之主眼睛赤红 他怎么也没想到 千算万算 还是算错了云墨的实力 如今 哪怕云墨不使用大千魔童 不使用先锋九镜 不使用金色大钟 也完全能够镇压寻常的 主宰镜中期舞者了 当你们决定对我出手 讨好未宴的那一刻 就该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 云墨冷声道 这是我的错 没想到 你竟然已经强大到了如此程度 我不该让失地独自一人前来的 所以 我必须杀了你 为我失地报仇 哪怕你再强 今日也必死 我有真地宗遇刺灵甲 杀你如杀祭 流光星域之主 怒吼道 他身上的灵甲 发出无量光芒 有强大气息震荡四方 发出如同浪涛拍案一般的声响 哼 一副龟壳而已 也值得你如此宝贝 云墨冷笑道 随即 他双手结印 有无边灵气汹涌而出 雷元黑金印何在 墨将在此 我嗯 虚空阵战 一方黑色大印 从云墨丹田飞出 散发着极为恐怖的气息 一道道惊天雷芒 缭绕在雷元黑金印四周 那种光芒 比之太阳还要耀眼 隐隐之间 众人似乎看到雷元黑金印外 有着一道与云墨十分相似的虚影浮现 其眼神冷力异常 俯瞰着万千生灵 云墨突破到圣人境巅峰 雷元黑金印与云墨大道契合 自然也有了极大的提升 如今的雷元黑金印 灵质骤开 威势远胜以往 给我昏开他身上那副龟壳 云墨只向流光心欲之主说道 谨遵法旨 雷元黑金 流光心欲之主不禁反喜 他贪婪地望着雷元黑金印 口中发出黑黑冷笑 很明显 流光心欲之主 是想要夺取雷元黑金印 如今雷元黑金印 不过圣人境而已 可塑性极高 说不定 他可以拿下雷元黑金印 炼制成与自己大道完美契合的灵器 这种可炼制成地气的宝物 若是能为他所用 必定会让他的实力提升很大一截 给我停下来 流光心欲之主伸出手来 操控前方虚空的道则 主宰境强者 已然可以做到 炎出法随 操控一定区域的大道 所以 他想要直接切断云末 对雷元黑金印的操控 直接将雷元黑金印夺过来 然而很快 流光心欲之主 便是脸色一变 因为他发现 雷元黑金印所牵动的道 则极为玄傲 根本就不是他所能理解的 寻常时候 作为主宰境的他 炎出法随 完全可以碾压圣人禁武者 然而这样的能力 此时已经完全起不了作用了 雷元黑金印带着无匹的威势 直接冲破了 流光心欲之主操控的区域 朝着他猛然轰击而来 哼 流光心欲之主冷哼一声 直接催动身上灵甲 主动迎了上去 他身上的这副灵甲 极为强大 便是寻常主宰 近七层天强者 都不见得能够轰破 他不相信 区区一件圣人禁灵器 能够将之破坏 哪怕这件灵器 乃是雷元黑金所助 也不行 叮叮当当 雷元黑金印不断轰击 流光心欲之主身上的那副灵甲 狂暴灵器席卷八方 带去震耳的声响 星空之中 爆发出了无比耀眼的光芒 整片星空的道 则都变得极其不稳定起来 雷元黑金果然是好东西 铸成的灵器 不过圣人禁而已 竟然会拥有如此强大的威势 如此 我便更是要将之夺到手中了 流光心欲之中大笑道 星空之中 雷元黑金印与灵甲剧烈碰撞 竟是谁也奈何不得谁 雷元黑金印想要轰破灵甲 一时间无法做到 而流光心欲之主 想要禁锢雷元黑金印 也是无法得逞 远处观战的舞者 见此情形皆是倒吸冷气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 一个圣人禁舞者 竟然可以强大到如此程度 简直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此子好生强大 简直前所未见 如此对手 若是此次不将他震杀 将来必定后患无穷 一个主宰禁三层天舞者 脸色凝重地说道 不要处在这里了 赶紧一同出手 镇压此料 杀 流光心欲剩下的那些主宰禁舞者 不再观望 直接联手杀来 当然 他们首要的目标 还是帮助流光心欲之主 镇压雷元黑金印 他们很有信心 只要云墨没了这一大助力 他们便能轻易镇压云墨 哼 云墨冷哼一声 他也没想到 真地宗给流光心欲之主的灵甲 竟然如此不俗 一时之间 连雷元黑金印都无法将之轰破 而其余的主宰禁舞者攻来 也对雷元黑金印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云墨也不再留守 直接冲了过去 施展傅天掌 拍向了那些上前援助的主宰禁舞者 快退 这些主宰禁舞者 见此眼皮狂跳 连忙躲避 连主宰禁四层天强者 都承受不住云墨的一掌 他们这些人 又怎么可能抵挡得住 碰 关键时刻 流光心欲之主捏了个奇异手印 有恐怖风暴浮现 抵挡住了傅天掌 不过即便如此 仍旧有一个主宰禁一层天舞者 因为躲避不及时 被傅天掌的余威擦中 直接重伤 刷 云墨催动逍遥身法 以极快的速度 冲向了流光心欲之主 他的目标 自然不是那些主宰禁初期舞者 而是最难缠的流光心欲之主 准确地说 是此人身上的灵甲 只要此甲被迫 云墨要杀此人 根本耗费不了多少力气 哼 墨宇 虽然也听闻 你肉身极强 但在我这身灵甲面前 你的肉身 也完全不够看 你凭什么敢冲过来 与我近身作战 雷员黑金印 一时间无法轰破 他身上的灵甲 流光心欲之主 便完全不惧怕云墨 然而云墨并不言语 他只是 调动身上所有的灵器 玉使 所领悟的玄傲道泽 猛地一拳 朝着流光心欲之主 轰击而去 与此同时 雷员黑金印 也闪烁着无边雷芒 朝着流光心欲之主 砸了过去 云墨的拳法早已大成 施展出来的威势 堪比地级秘书 其拳头锁过之处 虚空破碎 威势惊天 另外一边的雷员黑金印 亦是如此 远处那些主宰镜舞者 看得眼皮直跳 他们惊骇地发现 以他们的实力 竟然根本无法 参与到这样的战斗中来 哈哈 我倒看看 你能奈我何 流光心欲之主大笑不已 面对云墨的攻击 他丝毫无惧 对于身上的这副灵甲 他是信任到了极点 他转身面对雷员黑金印 根本就没有在意云墨 在他看来 对他稍有威胁的 也就是雷员黑金印而已 至于云墨的拳头 轻飘飘的 如何能够威胁到 身着灵甲的他 这一次 雷员黑金将归我所有 流光心欲之主大笑道 他准备全力出手 将雷员黑金印控制住 其后将之转化为自己的灵器 说吧 他双手结印 打出万千神芒 这些神芒在空中交织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牢笼 朝着雷员黑金印索困而去 碰 恐怖的波动传来 雷员黑金印轰击在那牢笼之上 竟然只是让那牢笼微微颤动而已 并未将之轰破 流光心欲之主见此大笑 如此 雷员黑金印便彻底成为他的囊中物了 然而下一刻 咔嚓声音响起 紧随而来的便是扑斥一声响 有大片烟红出现在众人视线当中 流光心欲之主身体陡然一僵 那索困雷员黑金印的牢笼瞬间消失 他缓缓低头望去 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只见一只拳头轰破他身上的灵甲 将他胸膛动穿 拳头之上还挂着他的心脏碎片 怎怎么可能 流光心欲之主艰难回头 不敢相信这一切 他身上的灵甲便是雷员黑金印 都无法轰破 云墨的拳头 怎么可能将之击碎 事实上 作为主宰镜中期强者 胸口被冻穿 并不会致命 然而 云墨手臂之上 却不断有狂暴的雷电之力 涌动而出 钻入流光心欲之主的躯体之中 麻痹着他的血肉 吞噬着他的生机 云墨抽出拳头 随手一甩 那些血沫便被甩了出去 随即 他抓住流光心欲之主的脑袋 像是提着一只小鸡仔一般 流光心欲之主艰难地伸出手来 想要拿开云墨的手臂 然而 一切都是屠楼 他体内生机不断流逝 又怎么可能反抗得了云墨 这样一幕 看得流光心欲万千武者胆寒 那些主宰镜武者 早已吓得浑身颤抖 脸上满是惊骇之色 在这以前 恐怕没有人会想到 实力强大的流光心欲之主 身着强大灵甲 竟然会败给一个圣人镜武者 这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一个圣人镜武者 怎么可能会强到如此可怕的程度 云墨抓过流光心欲之主身前的魂器 魂石一扫 上面的魂石烙印 便是消失不见 随即 他将魂器扔给了颜飞横 就当是柳源剑宗的资源了 你究竟是如何流光心欲之主 口中不断渴血 其眼神当中 净是不甘之色 他根本没有料到 云墨的一拳 竟然能够轰破他身上的灵甲 这在他的预想当中 根本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云墨眼神淡漠地望着流光心欲之主 他缓缓开口道 你当真觉得 之前雷源黑金印 轰击你身上的灵甲那么多次 完全没有剑弓吗 流光心欲之主沉默下来 片刻之后 他眼睛陡然睁大 口中扑地 喷出一口血来 很明显 流光心欲之主 此时万分地悔恨 哼 看来你已经发现了 的确如你所想 雷源黑金印所轰击的 每一次都是灵甲的那两个部位 你身上的灵甲 虽然看似没有受到多大创伤 但其实已然受损 只是 你自己太过自信 因而没有发现罢了 即便如此 你区区一个圣人禁武者 又怎么可能轰破灵甲 流光心欲之主 强提一口气 不甘地喝温道 云墨不屑一笑 却没有继续解释 他自创的拳法 本来就拥有极大威势 灵力异常 一件已然受损的灵甲 是断然挡不住他的一拳的 流光心欲之主小觑他 完全就是找死的行为 说实话 就你这点实力 若是没有灵甲 早已死在了我的手中 云墨平静地说道 仿佛从来就没有将 流光心欲之主 当成过对手 你 不吃 流光心欲之主 气得大口喷血 身为主宰静武层天强者的他 平日里高高在上 俯瞰亿万生灵 如今竟然被一个 圣人静武者鄙视 这让他完全无法接受 行了 上路吧 云墨说道 随即催动魂时 施展斩魂 秀 一道无形剑气飞出 蛮横地展入 流光心欲之主的魂海之中 其魂魄瞬间 在剑气之下粉碎消散 逃啊 看到流光心欲之主 被云墨镇杀 其他人再也承受不住压力 纷纷四散奔逃 云墨撇了撇嘴 随手打开流光心欲之主的小世界 将尸体扔向了颜非痕他们 随即 他便催动逍遥身法 开始追击那几个主宰静武者 这些人的速度 完全无法与云墨相比 所以 哪怕这些人各自奔逃 都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 对于那些寻常武者 云墨看都懒得看一眼 他追杀的 主要便是几个主宰静武者 当然 一些倒霉的圣人静武者 若是与这几人朝相同的方向逃窜 也被云墨随手镇杀了 短短时间之内 一个实力强大的二等势力 便这样被云墨灭掉了 那些新加入柳原剑宗的弟子 看得热血沸腾 兴奋不已 不久之后 流光心欲的主宰静武者 全都被云墨镇杀 流光心欲的大半资源 都在这些人身上 所以 柳原剑宗这一次 可谓收获颇风 除了一部分灵药 被云墨取走之外 剩下的那些资源 全都被严飞横收起 当作柳原剑宗 培养弟子的资源 大哥 这样的劫杀 多来几次就好了 这一次 我们柳原剑宗的收获 简直太大了 严飞横笑道 柳原剑宗新宗 如今的实力 虽然也算是强大了 然而底蕴 却始终比不得 其他实力相仿的势力 所以这一次的收获 对柳原剑宗来说 意义重大 宗门也有不少产业 但怎么感觉 宗门的大部分资源 都是抢来的 难道 我真的适合做一个强盗 现在想想 自己的修炼资源 似乎大多数都是抢来的 云墨自语道 那些新加入的弟子 闻言全都震惊地望着云墨 心里面不免嘀咕起来 难道 柳原剑宗是一个强盗组织不成 嗨嗨 严飞横剑宗有些尴尬起来 别乱想 都是其他人要对我们出手 我们不得已才这么做的 事实上 我们柳原剑宗 从来都没有主动欺负过别人 莫尔文言在一旁 眼嘴偷笑 云墨抬头看了看星空之中 随后说道 行了 别耽搁了 赶紧返回宗门 虽然震杀了流光星域的高层 但暗中是否还有危险 谁也说不好 眼下的世界已经不太平了 得早些返回宗门才是 诸多神帝 只为燕一人返回了神域 这件事情 始终让云墨感觉有阴云笼罩 所以 他们必须得尽早返回宗门 有太阴宫庇护者 他们才会安全 之后的一切 都必须观察了神域如今的情况 才能再做打算 片刻之后 飞行灵器快速前行 朝着神域飞去 而飞行灵器之中 那些星主晋舞者 正兴奋地为那些 无法在星空中生存的弟子 讲述刚才的惊人战斗 这一战的结果 也随着流光星域舞者的溃散 而传向四面八方 云墨强势返回神域 注定要惊艳八方 不过 哪怕云墨表现惊人 也无法引起太大波澜 因为 他天神帝独自返回神域一事 更让神域震动 虽然流光星域高层 都被云墨震杀 但其他那些势力 却完全不敢攻入进去 最多 也只有一些单独的刘斐 掩饰了身份 冲入流光星域 快速劫掠一番 然后远顿而去 因为 流光星域乃是真帝宗的附属势力 而真帝宗宗主魏雁 已然回归 只要脑子没问题的 都不敢这时候去触怒真帝宗 事实上很多人都在观望 想要看看 做出了这一切的云墨 会不会受到真帝宗的报复 他们都想要看看 踏天神帝是否敢去太阴公要人 这时候 踏天神帝的态度 会说明很多问题 只是 不久之后 外界众人便失望了 因为魏雁返回真帝宗之后 便一直处于闭关状态 对外界之事 根本不闻不问 所以 众人想要从踏天神帝 对云墨的态度之中 看出什么来 注定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当云墨他们返回宗门之后 受到了柳元建宗弟子的热烈迎接 很快 那些来自三千边缘新域的弟子 便被相应的负责人 接走 安排新弟子这些事情 自然用不着云墨来做 云墨回到宗门之后 便欣喜地发现 宗门不少弟子 实力都有了极大增长 阿里已经是圣人进四层天修为 即将突破到圣人进五层天 而臣泽 则已经踏入了圣人进六层天 臣泽的变化 才是云墨最为欣喜的事情 或者向臣泽道喜 三十年时间 臣泽便连续突破两层天 已经赶上了同辈的那些天才了 当然 最主要的 还不在此 臣泽与那柄可被称作半剑地气的灵剑 在大道之上十分契合 所以那柄灵剑 对臣泽的修炼有极大的帮助 而且 这也让臣泽的战力 有了很大的提升 以前的臣泽 虽然在柳元建宗之内 被称作天才 但放在整个神域之中 也无法排到前列 而如今的他 却足以被称作顶尖天才了 当然 和云末他们 还有着不小的差距 毕竟 云末他们 已经不是寻常天才能够相比的了 甚至有人说 当年的那些神帝 若是处于这个时代 可能会被这些妖孽 掩盖住光芒 还得多谢师弟赠送灵剑 不过 即便如此 我也无法和师弟你相比啊 臣泽也是满脸欣喜地望着云末 恐怕用不了多久 师弟 你就能踏入主宰境了吧 短短时间内 云末便踏入圣人境巅峰 这让柳原剑宗舞者 感到极为震撼 而且 他们也听说了之前云末 和流光星域之主战斗的事情 心中便更感震撼了 云末微微摇头 道 哪有那么容易 圣人镜和主宰镜之间的壁垒 不是那么好打破的 哪怕云末现在就炼制出了 突破所需的丹药 也需要深厚的积累才行 那是必须靠时间来堆积的 更何况 如今突破所需的灵药 还不知道去何处寻找呢 之后 云末从岑泽他们那里 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郑道山遭到不少强者的围攻 已然分崩离析 郑道山的主宰镜巅峰强者 已经身孕 而一些阵法水平不错的阵法师 也不知所踪 传闻是被一些顶尖势力抓走 秘密关了起来 当做了阵法奴隶 对于此事 云末早有预料 神帝之上的秘密 哪能不动人心 对于郑道山的遭遇 他丝毫没有感到同情 若是当初郑道山的强者 对他的态度能好上一些 或许云末还不会把他们往死里坑 更何况 云末也不是什么君子 为了不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 这个锅 自然得是其他人来背 而郑道山主动凑上来 只能说是活该 让云末高兴的是 当日的那个郑道山强者 死在了混战当中 真正知晓 钱忠父身陨的人 都已经死在了郑道山的变故当中 所以 其他势力的人 根本不知道 钱忠父其实已经身陨 众多势力攻破郑道山之后 没有发现钱忠父 便更是笃定那场天大机缘 被钱忠父所得 如今钱忠父不见了踪影 他们断定 钱忠父定然是带着机缘躲了起来 数十年过去 直到现在 都还有很多人 在暗自寻找钱忠父的下落 岑泽师兄 这些日子 约束一下宗门弟子 魏雁独自走出境地 这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极坏的消息 谁也不知道 他一个人走出境地 将会引起怎样的变故 所以 宗门弟子 最好不要离开太阴宫势力范围 云末肃然道 严肥狠也说道 的确应该这么做 之前我们返回的时候 流光星域的人 就敢对我们动手了 很难预料 真帝宗以及他们的附属势力 之后是否还会对我柳元建宗弟子出手 若是他们无惧太阴宫 选择出手 即便太阴宫决定庇护我们 也不可能同时救援这么多人 所以 我们自身就应该警惕一些 宗门弟子历练 只能在太阴宫的势力范围之内 不可走得太远 嗯 这个问题的确需要重视 这些日子 我已经感觉到了 真帝宗及其附属势力 确实蠢蠢欲动 岑泽点头 这时候就能看出 一位神帝对神域的影响有多大了 仅仅一个魏宴 便让神域如今的格局 变得微妙起来 其他势力且不说 这时候的柳元建宗分宗 是极为惊慌的 作为宗主的方朝 已经命令分宗弟子 不可随意外出 便是与心中的交流 都停了下来 当初叛宗和真帝宗强者 联手逼迫方朝 想要让分宗臣服 然而因为云末 方朝最终并未臣服于真帝宗 所以此时魏宴返回 方朝心中自然惊慌 哪怕他踏入了主宰境巅峰 面对神帝境强者 也根本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 方朝左思右想 秘密传讯云末 希望云末能说动太阴宫强者 让太阴宫庇护柳元建宗分宗 对于此事 云末早做好了准备 所以他显得极为从容 云末并未细说什么 只告诉方朝 让他安心留在分宗内 便能无恙 但显然 方朝会错了意 听到云末这话 方朝当即松了口气 他以为 云末已然说动太阴宫强者 让他们答应庇护分宗 却不知道 如今的分宗 被一座大镇庇护 早已固若金汤 哪怕是神帝敬强者 也无法轻易攻破那座大镇 除非神帝敬强者 愿意付出巨大代价 但显然 为了一个一等实力 并不值得那么做 所以如今神域之中 分宗反而是 最为安全的一个地方 如今的神域 有种风雨欲来的感觉 那些地级势力 都感觉很是不妙 不少人前往真帝宗 悉迹打听到 自家神帝的情况 然而 魏焰根本就没有接见这些人 真帝宗宗主 牵动了整个神域的神经 忽然有一天 惊人的消息传来 让得整个神域震动 踏天神帝魏焰 离开真帝宗 于炼狱之城外徘徊 传说炼狱之城中 有着神帝之上的秘密 难道说 踏天神帝 准备对炼狱之城动手了吗 神域各方势力 都在暗自猜测 这时候魏焰的态度 可能会体现出很多信息 神域的各方势力 都将目光投向了炼狱之城 而炼狱之城的几位将军 则是变得有些紧张起来 虽然以前炼狱之城主说过 炼狱之城 没有任何神帝能够攻破 但面对一位神帝进强者 他们还是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 事实上 对于炼狱之城主的这个说法 云墨是最为赞同的 因为他知道 压压这位神帝之上的强者 在炼狱之城 一个神帝 想要打炼狱之城的主意 完全就是找死 让神域舞者惊异的是 魏焰最终并未对炼狱之城出手 在炼狱之城外 徘徊了数月之后 魏焰便消失了 有人说 显然他在追寻神帝之上的线索 不能将精力全都放在魏焰身上 其他神帝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会返回神域 不可能其他神帝不返回 我们便不生活了 云墨做出决定 不再将全部的注意力 放在魏焰身上 开始安心为以后的修炼做准备 眼下云墨已是圣人镜巅峰修为 想要踏入主宰镜 就必须找到相应的灵药 主宰镜 炎出法随 主宰万道 云墨突破圣人镜 冲击主宰镜所需的灵丹 便叫做重道丹 重道丹需要一味主要 名为万道花 很明显 万道花十分稀少 因为这东西 对于主宰镜后七强者 都是有用的 所以 云墨想要寻到万道花 极不容易 倒是那些辅药 云墨不是特别担心 如今的他 已经收集了部分辅药了 而其他的辅药 虽然也很珍贵 但并不稀有 想要得到 不过是多帮其他人 炼制几路丹药的事情 因此 眼下云墨最主要的 便是寻找万道花的下落 到哪里能寻到万道花呢 首先应该找的 自然便是一世工会 不过 如同云墨所预料的那样 一世工会当中 并没有万道花 这东西太过珍惜 一旦出现 其他人就会疯抢 很难得到 所以 云墨就只好做出另一个选择 找天机阁帮忙 当初云墨寻找红颜绿台 也是靠天机阁 而且成功了 希望这一次 他也能有所收获 如万道花这样的灵药 寻常城池的天机阁 自然是不可能知晓 所以 云墨直接找到了天机阁总部 虽然这地方收费极贵 但也更能找到线索 寻常舞者 根本无法进入天机阁总部 能够进入其中的 多是主宰静后期高手 因为 只是进入天机阁 便需要一百万斤 极品零食 想要打听消息 所需自然更多 寻常舞者 可承受不起 站住 此乃天机阁总部 你一个人圣人尽无者 来凑什么热闹 天机阁总部外 连守门的 都是主宰静强者 见云墨想要进入其中 两个守门之人 立即将云墨拦了下来 万道花 算得上是 神域的顶尖灵药了 十分珍贵 其种子隐匿于虚空之中 很难寻觅 只有当种子 寻到万道显化交织之地 方能生根发芽 顺利开花 然而 万道花的种子 本就稀少 加上万道显化 交织之地 也并不是固定之处 极少出现 哪怕神帝尽强者 能够创造出这样的环境 但也无法遇到 万道花的种子 所以 万道花便显得极为稀有 云墨想要寻到 便显得很不容易 若是没有特殊的方法 哪怕等到万道花出现 恐怕也只能是 看着别人采摘 所以 云墨来到了天机阁总部 在这里得到 关于万道花的信息之后 他便能站得先机 有更大的机会得到万道花 只不过 天机阁两个主宰镜看门人 见云墨不过圣人镜 当即将他拦了下来 小子 天机阁总部的入门费 便需要百万斤极品零食 若是要购买消息 所需更多 你一个小小的圣人镜舞者 能够承受这么昂贵的费用吗 这里不是什么人 都能进来的 快快离去吧 物怪这个看门人看不起人 实在是能力不够的舞者 根本承受不起 进入天机阁 所要付出的代价 另外一个看门人 倒是温和了许多 他笑道 小家伙 你的修为只是圣人镜 没必要在天机阁总部浪费零食 若是想要购买什么消息 找一个稍大的城池 去那里的天机阁分部便可 去吧 云墨倒是没想到 另外一个守门人 竟然会有这么好的脾气 他笑着摇头 道 我所要购买的消息 天机阁分部 恐怕还没有能力给出 天机阁分部 多时将各方消息汇总 然后得出结论 事实上 天机阁还存在天机师 可测算天机 在一定范围预测未来 眼下 万道花不见得就存在 所以 云墨需要寻找一位厉害的天机师 测算万道花可能存在的地方 天机阁分部 恐怕还没有这样的能力 一百万斤极品零食 对其他人来说 或许难以承受 但对云墨而言 却是算不得什么 如今的他 基本不会再使用零食 都是使用零精 身上数百万斤极品零食 自然得用在这些地方 就在云墨准备拿出 一百万斤极品零食来的时候 天机阁里面 却忽然走出了一个 主宰镜七层天舞者 两个看门人见此 立即恭敬地说道 道兄慢走 就在这时 那主宰镜七层天舞者 看向云墨 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这人立即满脸笑意 非常热情地走了过来 墨医师 没想到 竟然在这里遇到了你 你认识我 云墨疑惑地问道 同辈舞者 很多都认识他 但主宰镜舞者 却没有多少会注意圣人镜舞者 这个主宰镜后期舞者 竟然认识云墨 那主宰镜舞者笑道 墨医师 说笑了 你医术如此高绝 神域之中 恐怕没有多少人不认识你 对了 上一次墨医师 为我宗门炼制的丹药 效果奇好 虽然多是下等酒品丹药 但效果 却堪比其他酒品医师 所炼制的中等酒品丹药 如此效果惊人的丹药 墨医师却收费极低 令人敬仰 我本想去往柳原建宗亲自感谢 可惜墨医师回了三千边缘心域 不想今日有幸再次遇到了墨医师 让在下有机会感谢墨医师 两个看门人 听到这主宰镜后七舞者的话之后 立即心中一惊 他们没想到 这个看起来十分寻常的圣人镜舞者 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墨医 不久之前 还有消息传来 墨医独自一人 击溃了整个流光星域 实力强的惊人 但他的实力 却不是最让人震撼的 他的医术 才是最为惊人的地方 数十年前 仅仅圣人镜七层天的他 便炼制出了九品丹药 并且 收费低不说 效果还好于一般的九品医师 所炼制的丹药 之前那挡住于墨的主宰镜舞者 这时候连忙躬身道歉 墨医师 在下眼桌 没有认出墨医师先荣 刚才多有冒犯 还请见谅 那主宰镜七层天舞者文言 立即猜到 刚才发生了何事 于是冷眼瞥向那两个看门人 我说你们也是主宰镜舞者了 再次看守天机阁大门 怎么这么没有眼力 竟然连一道大家墨医师都不认识 我等眼桌 还请墨医师见谅 小事而已 也不必席咎 云墨说道 那主宰镜七层天舞者 立即黑黑笑道 墨医师是要进入天机阁吗 嗯 有些事情 那我就不打扰墨医师了 今后希望墨医师多多关照 对了 在下是刘续宗宗主 好说 云墨点头 他自然看得出 这人是因为他的医术 所以这么客气 虽然云墨如今实力大涨 堪比主宰镜中期强者 让一位主宰镜后七强者 如此客气 那主宰镜七层天舞者 很快便离去了 云墨拿出一件储物灵器 递给看门的两人 其中有百万斤几品灵石 作为我的入门费 如此 我应该就能进入天机阁了吧 不想两个看门人 这时候的态度 竟是变得相当客气起来 他们并未接下灵石 其中一人说道 墨医师乃九品医师 我天机阁有规定 九品医师进入天机阁 是不需要入门费的 所以 墨医师可随意进出天机阁 无需缴费 哦 还有这等好事 云墨笑道 很快他便想通了关节所在 天机阁也有不少舞者 需要使用丹药 天机阁此举 恐怕就是为了给九品医师 留下好印象 方便将来进行合作 是 墨医师不必给灵石 请进 两个主宰镜的看门人 笑着将云墨迎进了天机阁 得知了云墨的身份之后 天机阁接待云墨的人 也非常的客气 不知墨医师 想要购买什么消息 接待云墨的 乃是一位主宰镜中期女子 声音颇为动听 我想要打听万道花的消息 云墨说道 万道花 这女子一惊 当即仔细打量一番云墨 随后瞪大了眼睛 墨医师这是在为 冲击主宰镜做准备了 怎么 来天机阁购买消息 还需要说出自己的目的才行吗 云墨似笑非笑地看着这女子 墨医师悟怪 只是在下自己好奇而已 失礼了 女子连忙收敛金色 抱歉道 不过 万道花 可是极为稀有的灵药 眼下神域之中 并未出现万道花的消息 所以 就必须动用天机师 来预测万道花 可能出现的地方 而这所需的费用 可能不低 需要多少 需灵精十斤左右 具体多少 则要天机师来确定 没问题 让天机师过来吧 云墨点头 十斤灵精 他还能承受 虽然很贵 但这样的消息 的确值这么多灵精 毕竟 得到了这样的消息 便相当于占到了先机 女子扭动腰枝 缓缓走出房间 不一会 一位虚发揭白的老者 便是走进了房间 听闻莫医师 需要万道花的消息 这天机师问道 不错 不知需要多少灵精 天机师沉默片刻 后说道 数十年前 莫医师便能炼制 九品丹药 其中甚至出现了 部分中等九品灵丹 想必数十年过去 莫医师的医术 应该更加厉害了吧 云墨看着这天机师 没有言语 等待下 我想让莫医师 为我炼制一炉丹药 若是莫医师能够炼制出来 六枚中等九品丹药 那么这一次测算天机的费用 我可为莫医师免除 天机阁的天机师 地位不低 老先生想要炼制什么丹药 应该很容易找到 更厉害的医师 才对吧 为何找我 云墨有些疑惑 这天机师苦笑摇头 事实上 我的地位 哪里比得上顶尖的医师 如医师工会会长 这样的顶尖医师 我是请不来的 而普通医师 也达不到我的要求 我所要炼制的灵丹 结果仅仅得到了一炉下等九品灵丹 相当于浪费了一份灵药 那你怎么就相信 我能炼制出来 如今 我也只能赌一次了 莫医师 乃是神域医道天赋最高之人 如今的医术 定然十分了得了 所以 与其寻找其他的普通九品医师尝试 还不如找莫医师赌一次 这天机师 说话倒是直接 没有更多奉承的言语 直接说明 是想要赌一次 好 这个交易 我做了 放心 绝对不会出问题的 云墨笑道 灵精并不容易得到 所以 云墨也不想用出去太多 而为人炼丹 对于他来说 简直就是没有成本的买卖 最是划算 听到云墨的话之后 这老者当即心中一喜 他找云墨炼丹 本就是再赌 却没想到 云墨竟然如此自信 这说明了什么 他自然相当清楚 于是 这天机师露出了满脸的笑意 接下来 这天机师便开始测算天机 寻找万道花的信息 片刻之后 这天机师陡然睁大双眼 口中没有丝毫感情地说道 下一次万道花出现之地 便是无尽湿海横沉 血满大地之处 云墨眉头皱了起来 无尽湿海横沉 血满大地之处 难道 是某些帝国之间的战场上 可这世上国家无数 凭借这样的信息 恐怕很难找到具体的位置 能说得更具体一些吗 云墨问道 天机师摇了摇头 道 天机如此 哪怕是天机师 也只能看到部分真相 无法得到更为具体的信息 我只能看到 那是一片悲惨的世界 无数强者陨落 炎红的血液汇聚 化作血和奔流向远方 而这朵万道花 便静静生长期间 如同世上最后一片纯净之处 云墨沉默下来 这就让人有些头疼了 哪怕得到了这样的信息 想要寻到万道花 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过 即便如此 也能看出天机师的不凡 他们窥视天道 夺取天机 连未来之事 都能知晓一二 对寻常舞者来说 这样的能力 简直如同神灵 既然天机只能给出这样的信息 云墨也只能作罢 有这样的信息 总比没有要好 至少 他也能知道自己之后 寻找的方向了 想了想 云墨说道 老先生 我还想要知晓 未来世道如何 不知需要多少费用 老者闻眼脸色大变 如同听到了什么极其恐怖的事情 莫医师 未来世道如何 经历了便可知晓 何必提前去预测呢 云墨疑惑起来 有什么问题吗 天机阁售卖消息 我以零金买下 合情合理啊 唉 这天机师叹了口气 道 事实上 测算天机 并不像莫医师想象的那么简单 哦 怎么说 云墨非常疑惑 为何他想要购买 未来世道的消息 这天机师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应 莫医师有所不知 我们天机师 强行窃取天机 是要遭受巨大惩罚的 正是因此 我们这些天机师 向来活不长久 而踏入神地境的天机师 古往今来 据说也唯有一位而已 这天机师摇头说道 而天机师最不可测算的 一是绝世天骄的命运 二是自己的命运 最后便是未来世道 对未来世道窥视太多 将会遭受难以想象的天前 真有如此严重 云墨皱眉问道 可否只测算的大概 自从知晓 未来将会处于乱世之后 云墨便始终心有隐忧 所以 想要知晓一些未来的情况 没想到对于此事 天机师竟然如此忌讳 这天机师咬了咬牙 像是做出了什么决定一般 他说道 也罢 反正老夫也没多少年好活了 可能等不到看见未来的那一天 今日 我便破例 为墨医师测算一次未来 不过 我也只是天机阁的一员而已 没资格决定太多事情 所以 这一次测算的费用 供需二十斤灵精 需要墨医师致富 没问题 云墨点头 立即拿出了二十斤灵精 之后 老者便再次测算起来 他的眼睛 陡然变得漆黑一片 如同充斥着墨汁一般 我看到了 不久的将来 人节辈出 那是一个辉煌大事 老者无比激动地说道 辉煌大事 云墨露出惊异之色 这似乎和他之前得到的消息不一样 然而下一刻 老者便是脸色骤变 等等 不仅如此 其中还蕴含了其他信息 未来 将会有无尽天骄陨落 尸横遍野 大道凋敝 天崩扑斥 忽然 老者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他的脸色 立即变得苍白起来 老者的眼睛 忽然恢复了正常 此时的他 浑身颤抖 如同看到了什么 最为恐怖的事情 听到这天机师所说的那些话 云墨也有些震惊 其后面所说的情况 与他之前所知晓的信息 完全吻合了 然而 明明这天机师之前说 未来将会是一个大事 怎么又成了乱世 你还看到了什么 云墨急切地问道 这天机师眼中 还有着骇然之色 他摇了摇头 道 不可说 否则我将遭受天前 当场身语 啊 老夫寿源将近 能够看到未来的一角 也算是无憾了 云墨皱起了眉头 稍稍有些失望 不过事关对方性命 他也不好逼迫 而且 刚才他也的确感受到了一股奇异的能量 落在了老者身上 那能量来自于天地大道 恐怕就是 所谓的天前了吧 所以 即便老者愿意说 也很可能会在说出来之前 便遭受致命攻击 之前你说 未来将会是一个辉煌大事 可为何之后 又预测出了乱世 前后为何会矛盾 总不至于 一个辉煌大事 很快便消失 立即出现乱世了吧 云墨问道 老者摇了摇头 道 天机不可泄露 不过 或许是摩医师想岔了 两者 可能并不矛盾 这所谓的天机 更像是故弄玄虚 但云墨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去确认什么 从这些信息当中 他也得不出什么结论来 想了一会 云墨问道 说之后会出现乱世 那么 根源在哪呢 神域虽然到处都有争斗 但总体上而言 还算平静 若是出现乱世 总会有一个原因吧 沉默良久 这天机师终于艰难开口 却只吐出两个字 破 刚说出口 这天机师便是再次大口吐血 浑身的气息陡然下降 仿佛遭受了极其可怕的攻击 云墨见此 脸色骤然一变 连忙祭出金色大钟 将老者照在了其中 大 那天前的力量 直接落在了金色大钟之上 那股磅礴至极的力量 竟然连主宰境巅峰的金色大钟 都险些未能承受住 一声恐怖的钟声传出 震得整个天机阁舞者耳朵嗡鸣 信得这里是总部 否则若是有实力太弱的舞者 恐怕会直接被这恐怖的钟声震死 震耳欲聋的钟声 连续响了三次之后 这才缓缓停了下来 而天机阁的强者 也纷纷出现在了房间之外 神色不善地望着云墨 此时 云墨已经收起了金色大钟 这件竹载进巅峰灵气 作为它的一大底牌 自然不能轻易试人 墨宇 你敢在我天机阁行凶 一个竹载近八层天强者 冷冷地望着云墨 大有一言不合 便要出手的架势 其他赶过来的舞者 也神色不善地盯着云墨 他们之前听闻云墨来此 还很高兴来着 未成想 对方竟然弄出了如此大的动静 这时候 那天机师缓缓起身 咳嗽几声之后 挥了挥手 道 误会了 刚才老夫测算天机 遭守天前 险些身语 幸得墨医师相救 这才保住了性命 听到这话 天机阁的一众高手 神色立即缓和下来 那主宰进八层天高手抱拳道 抱歉了墨医师 实在是天机师对我天机阁而言 意义重大 任何一位天机师都不能有闪失 有所得罪之处 还请见谅 无妨 刚才事态紧急 各位心有老先生 也是可以理解的 云墨说道 确认天机师没有大问题之后 天机阁一众高手 缓缓退走 临走之前 为了感谢云墨出手相救 竟是将这一次的费用 降低了一半 事实上 这些高手心中也有些震撼 他们很清楚 那位天机师遭受天前 自己承受不住时 那威势是何等的可怕 从刚才那恐怖的波动当中 便可窥探一二 云墨一个圣人禁舞者 竟然能够抵挡住那等天前 足见其实力之强 看来 这位墨医师的实力 比传闻中还要强大 天机阁的舞者感慨道 此时房间当中 那天机师神色为敏 状态极差 刚才的可怕天前 当真险些要了他的命 云墨见此 连忙拿出了一些丹药 递给天机师 这些丹药 能改善你的情况 但因为是八品临丹 所以效果可能不是太好 老者没有犹豫 直接接过临丹 随后吞了下去 片刻之后 老者的脸色 便恢复了一些红润 虽然这仅仅是八品临丹 但也不是寻常的八品临丹 可比的 不愧是墨医师 炼制的八品临丹 竟然都有如此强大的效果 老者感慨道 他乃是主宰进强者 一般的八品丹药 对他可没有什么用 所以 云墨所给的八品丹药 能够有这样的效果 让他颇为吃惊 测算天机 竟然要承受如此可怕的惩罚 当年那位踏入神地境的天机师 实力定然极其可怕 若是能够知道 这位神帝的更多信息 说不定会有大用 只是可惜 这位神帝 也只存在于天机师的传说当中 其他事例 并没有相应的记载 所以 云墨无法了解更多情况 地乱 红旗 HunkaiBook.com 这究竟何简 云墨皱眉 自语道 见识了刚才的恐怖天前 云墨可不敢再询问这天机师了 他怕这位老天机师忽然暴毙 那样的话 自己恐怕就无法走出天机阁了 天机师摇头道 天机 只是一种接近现实的启示 所以 他的真正答案 需要你自己去思索 说吧 老者拿出十斤灵金 放在了云墨身前 刚才天机阁的人承诺 此次只收取一般费用 所以只需十斤灵金 好吧 接下来 我帮你炼制丹药 云墨说道 这天机师 只是需要中等九品灵丹而已 对于早就能够炼制 特等九品灵丹的云墨来说 要炼制一如这样的丹药 再简单不过 没用多少时间 云墨便帮助这天机师 炼制出了一如中等九品灵丹来 之后 他离开了天机阁 开始去寻找天机师所说的地方 神域之中 顶尖的帝国并不多 而且 他们互相之间距离较远 不可能有战乱 所以云墨猜测 天机所启示的地方 很可能便是那些小帝国之间的战场 唯有这些地方 才可能符合那样的情况 只不过 神域极为广阔 大小国家无数 云墨想要找到准确的地点 很不容易 最让云墨无语的是 那个将会出现万道花的地方 也不一定就是神域 因为 也有可能是主星域 当然 三千边缘星域是不可能了 那里大道有缺 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灵养 事实上 从天机阁得到的消息 还有有一些作用的 毕竟 万道显化交织之地 可不是寻常地点 只要出现了 就极有可能是万道花将会出现的地方 可惜 云墨找了几十个战场 也没有发现这样的地点 最后 云墨忽然明白过来 小国家之中 欲亡禁武者 都算是顶尖强者了 怎么可能出现 万道显化交织的情况 发现此事之后 云墨便有些沮丧 如此一来 想要找到万道花 可就有些困难了呀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同样的道理 云墨身为一道大家 没有灵药的时候 也只能干瞪眼 云墨停止了对万道花的寻找 漫无目的地向前飞行 脑中却是在仔细思索 是不是应该另外研究一种丹药 替代重道丹 毕竟 这万道花 实在太难寻找了 只是 想要另外研究出一种丹药 哪怕是我 所需要的时间 也不会短 而且 还需要消耗大量的灵药 云墨皱眉道 最后 云墨做出了决定 双管齐下 一方面 关注万道花的消息 另一方面 则开始收集其他的灵药 尝试研制出一种 替代重道丹的灵丹 如此一来 至少他多了一种选择 这一天 云墨无意间走入了一座大城池 得到了一个 令他颇为震惊的消息 踏天神帝魏雁 再次出现在了世人眼前 而且 做出了一个 令整个神域都震动的决定 三个月之后 魏雁将在断龙山脉 免费为主宰镜强者讲道 传授踏入神帝境的经验 这个消息 令得整个神域 一位神帝成就神帝魏的经验 那是价值无量的 虽然那并不一定就能让他人成为神帝 但却能提升一定的几率 比如那些本来就有一丝机会 成为神帝的强者 得到了这样的经验 就极有可能成就神帝魏了 一位神帝 竟然愿意无偿为他人传授经验 该不会有什么阴谋吧 有人想当警惕 不过 也有人持反对意见 踏天神帝身为神帝敬强者 有必要算计你们这些人吗 普通舞者 有什么资格让一位神帝算计 这样的话语 让得不少人打消了顾虑 但仍旧有很多人保持警惕 似乎因为听到了一些留言 不久之后 真帝宗的人放出话来 言称 踏天神帝以前作为散修 得到了不少人的帮助 因此 他要效仿先贤 为众多有志 成为神帝的强者讲报 当然 地级势力的舞者 就不用过来了 真帝宗的人放出消息 说地级势力有更好的传承 踏天神帝作为神帝中的晚辈 不敢帮那些前辈指点后人 尽管很多人觉得 魏燕此举定然有什么目的 不过一位神帝成就神帝位的经验 的确是极其地吸引人 特别是那些主宰境巅峰强者 更是渴望这样的经验 毕竟若是踏入神帝境 那就是鲤鱼月龙门 一飞冲天了 因此 很多主宰境巅峰强者 都开始动身 朝着断龙山脉汇聚而去 魏燕愿意免费传授成帝的经验 简直是滑天下之大击 云莫冷笑道 她才不会相信 如魏燕这样的人 会这么好心帮助他人成为神帝 不过 忽然间她想起一事 陡然脸色大变 不对劲 难道说 想到某种可能 云莫的脸色 变得极其凝重起来 此时 距离魏燕讲道 上有两个月的时间 云莫当即乘坐传送阵法 前往了断龙山脉 尽管很多强者心中都有疑虑 但踏入神帝境的经验 对这些强者的吸引力 实在太大了 所以很多强者都忍不住 前往了断龙山脉 断龙山脉 乃是神域一座极为有名的山脉 不谈中部神山 这断龙山脉 几乎能排在神域各大山脉的前三 事实上 这座山脉虽然巨大 但并非灵气充裕之地 所以 并没有哪个顶尖势力 再次定立宗门 传说很多年前 曾有一条极其强大的妖龙作祟 肆意杀戮人间 头颅不知所踪 剩下的躯体跌落大地 化作了这断龙山脉 或许这传说为真 因为断龙山脉 虽然灵气并不浓郁 但却是一个悟道的好去处 所以 即便是寻常时候 都有不少舞者 来到此地悟道修行 而眼下 因为慰艳之事 断龙山脉 显得更为热闹了起来 尽管还没有到慰艳讲道的时间 却已经有不少主宰境巅峰强者 来到此地 当然 不仅仅是主宰境巅峰强者 很多其他境界的舞者 也来到了此地 人一多 便有了交易 也就催生出了方式 甚至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这里便形成了几座小型城镇 显得极为繁华 此刻云末来到了断龙山脉 发觉这里尽管并没有形成 大规模的城池 却已经比不少大城池 都要繁华了 毕竟 来到这里的舞者当中 主宰境巅峰强者都有不少 而寻常的大城池之中 又怎么可能有很多这样的强者 让云末感到奇怪的是 他猜测的事情没有出现 来到断龙山脉的 都是其他势力的舞者 或者是一些散修 他在这里 并没有看到真地宗的舞者 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和谐 似乎他之前的那些猜测 完全是他多想了 然而 尽管如此 云末还是觉得有大问题 表面看起来越是风平浪静 他便越是觉得 这一次的事情 将会在神域掀起无边波澜 通常来说 一些感觉不妙的事情 云末都会尽力躲避 以免引火上身 但这一次他却觉得 尽管此事与他没有直接的关联 但此事将会引起的波澜 却极有可能影响到他 云末在这里观察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当真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地方 断龙山脉之中 某处最初仅仅是方式的地方 竟然发展成为了一座大型城池 断龙山脉周围的那些城镇 显得越加的繁华了 并且 来到此地的强者 也越来越多 云末的眉头 却皱得越来越深 随时未宴讲到时间的临近 他心中越加不安起来 这时候 已经有人主动出手 在断龙山脉的最高峰上 修建起一处巨大的广场 足以容纳上意的生灵 这个地方 就是他们请未宴讲到的地方 云末去往了那处广场 转了几圈之后 便准备离去了 直觉告诉他 继续留在这里 将会非常危险 虽然他还有郑庆这个底牌 但不到关键的时候 云末并不想动用 毕竟 他只有两次的机会 而且 据郑庆所说 若是他出手了 极有可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让云末感到心安的一件事情是 回到神域之后 天地印明显又恢复了正常 开始像以往一样 缓缓吸收外界的能量了 就在云末准备离开的时候 他却在这里看到了一个熟人 分宗宗主方朝 云末脸色微变 连忙飞到了方朝身前 方朝看到云末之后 立即露出了笑意 道 莫医师 没想到你也来这里了 是了 成帝的经验 谁不想拥有 不仅仅是 我们这些主宰境巅峰舞者 其他境界的舞者 也有不少来到了此地 真是想不到啊 踏天神帝 竟然会如此慷慨 愿意免费将成帝的经验 传授给众多舞者 云末沉声问道 方宗主 难道你真的认为 魏燕会这么好心吗 方朝沉默下来 云末见此立即明白 对方不是不明白 这其中有不妥之处 但成帝的秘密 吸引力实在太大 以至于他愿意去忽略 所要面临的风险 天上不会掉馅饼 方宗主 魏燕此举 绝对不像众人想象的 那么简单 这其中 说不定会有危险 云末无比严肃地说道 我来此 也只是想要看看 究竟有什么不妥之处 虽然我并没有发现 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但越是如此 我心中便越是不安 眼下我已经决定 离开此地了 方宗主 你也随我一同离开吧 方朝看着云末 面色似有挣扎 莫一世 你所说的 我又何尝不明白 但主宰镜巅峰舞者 最希望的是情是什么 你应该知道吧 这个问题的答案 恐怕没有人不清楚 但云末沉默已对 没有说话 每个主宰镜巅峰强者 都希望成为神帝 我自然也不例外 哪怕只有那么一丝的希望 都会有无数人去追逐 所以 尽管这一次 可能会面临巨大风险 但我依旧愿意一世 我想 来到此地的其他强者 心中所想 恐怕也和我一样吧 舞者的修道之路 从来都是伴随着风险的 没有谁能够一帆风顺 一帆风顺的人 注定无法取得多高的成就 所以 尽管知道可能存在危险 但方朝这样的舞者 依旧会大胆前行 云末自然也明白 这样的道理 但这一次的事情 实在太过诡异 而且 根据自己之前 所知道的那些信息 云末有更为骇人的猜测 他所知道的 比其他舞者多得多 哪怕是主宰镜巅峰强者 对于一些事情的了解 也不见得能与他相比 方朝作为心中 极为重要的盟友 云末在其身上 花费了不小的精力 甚至如果可以的话 云末可以尝试 让其冲击神帝境 所以 这样的盟友 云末自然不想看着他 走向深渊 思索片刻 云末说道 方宗主 我觉得 哪怕不会有什么危险发生 魏彦此次讲道 也并没有众人想象的那么重要 哦 莫医师何出此言 方朝问道 他知道云末会继续劝他 只是没想到 云末劝说的方式 有些与众不同 你想想 那些准帝及势力 都曾有神帝境强者存在 那些神帝 不可能没有为他们麾下强者讲道 然而 从古至今 顶尖势力当中 能够有两位及以上神帝的 却从来都只有太阴公 所以 哪怕神帝说出了自己成帝的经验 也不一定会对其他人有用 而且 魏彦是如何成帝的 我想 方宗主应该不会忘记吧 他成帝的经验 对于你来说 就更是没有价值了 听到云末的话之后 方朝的神色 明显挣扎了起来 作为柳元建宗分宗宗主 他又如何不知道 魏彦之所以能够成帝 最主要的 就是依靠柳元神帝的神则呢 云末知道 仅仅如此 恐怕还无法直接 让方朝改变主意 于是他继续说道 而且 我已在此做了一些布置 想要听魏彦讲道 也不一定非得在这里 若是他当真有心帮助他人 那么我所做的这些小动作 他应该 就不会在意 方朝神色一动 明显被云末说动了 云末趁热打铁 继续说道 而且 若是有机会的话 我也会尽最大的努力 帮助方宗主 冲击神帝境 此话当真 方朝立即激动地问道 自然 如此严肃的事情 我又怎么可能说谎 云末说道 事实上 魏彦之前听到云末提及太阴公 因此便以为 云末是要想办法请太阴神女 传授成帝的经验 毕竟 云末和太阴公的关系 似乎极好 太阴公可谓是神域最为悠久的顶尖势力 出现过的神帝 至少在三位以上 所以 他们的成帝经验 自然更加有吸引力 然而魏彦却不知道 云末的意思 却是说 他可以帮魏彦炼制帝丹 虽然魏彦的基础 比不得那些神帝 不可能有绝对的把握 踏入神帝境 但得到了帝丹之后 还是有一定机会的 云末的劝说 明显起了效果 方朝终于决定离开此地 但他并没有就此不再关注此事 因为云末在广场外的某处 布下了一座监控阵法 通过这处监控阵法 完全能够观察到 广场上的所有景象 若是魏彦当真是诚心为人讲道 那么这样的小手段 他必定不会去破坏 和云末抱着相同想法的人 明显不在少数 这也就导致 一些人布下的阵法 直接被其他人破坏掉了 好在云末阵法水平不低 布置的监控阵法十分隐秘 因此 没有人将之破坏 很快 半个月时间便过去了 终于到了魏彦承诺的讲道时日 这一天 无数的舞者 汇聚于断龙山脉最高峰的广场之上 其中主宰镜巅峰强者 竟然都汇聚了数百人之多 其他境界的舞者 更是多不胜数 甚至一些新主镜舞者 都跑来凑热闹了 最开始来到广场上的 并不是魏彦 而是真地宗的一些舞者 他们来此 也不是来维持秩序 而是找出其他地级势力的弟子 很快 一些隐藏在人群当中的 其他地级势力的舞者 被真地宗舞者寻出 并且赶走 众人不明白 为何魏彦不愿为其他地级势力的舞者讲道 就连与之关系 极好的泰玄道宗弟子 竟然都被赶走 不过 这时候众人也不在乎那么多了 开始期待魏彦的到来 正午时分 广场上空的某处虚空 忽然一阵扭曲 随即 一道神灵般的身影 出现在了众多舞者准备的巨大座椅之上 恭迎踏天神殿 广场之上 无数舞者同时行礼 迎接魏彦 这位踏入了神地境的强者 一定程度上来说 就是真正的神了 值得众多舞者行大礼 魏彦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 他深邃的目光 从众多舞者身上掠过 好一会 嘴角才浮现出一丝笑意 而这时候 云墨和方朝等人 正通过监控阵法 观察着广场上的动静 魏彦静静地坐在那里 很久都未言语 就在不少人都沉不住气的时候 魏彦忽然开口 无尽写实 恭无采贤 刹那间 广场上所有舞者感到毛骨悚然 云墨身旁 方朝的身体陡然一将 浓浓的恐惧 从其心底生出 那句话的具体意思 眼下或许不好解释 但他所蕴含的危险 却无人不知 这时候静静关注着广场上动静的人 心中同时叹了口气 他们都生起一个想法 广场上的人 完了 哦 在众人尚未反应过来的时候 魏彦忽然起身 他轻轻挥秀 一道无比可怕的神盲洞穿虚空 轰击在了广场某处 刹那之间 便有数十万舞者身孕 其中不乏强大的主宰静巅峰舞者 这时候 不少人才直观地认识到 神帝静强者 究竟是何等的可怕 那些主宰静巅峰高手 在神帝静强者面前 竟然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 他天神帝 你做什么 魏彦 难道你要冒天下之大不韦 对所有人出手吗 一些舞者愤怒呵斥 事实上不是他们多么崇高 想要以大意牵制魏彦 实在是他们实力太低 自知魏彦起了杀意 他们想逃也逃不了 所以 想要用这样的方法 来博取一线生机 袭击魏彦杀了刚才那些人 不会再次出手 蠢货 一些主宰静巅峰强者低声骂道 他们疯狂催动身法秘书 想要逃离断龙山脉 在魏彦动手的那一刻 他们便明白 他们赌输了 魏彦此举 当真另有目的 所以 他们也只能寄希望于运气 希望自己能够逃脱魏彦的杀戮 然而 魏彦随手捏印 缓缓向前一推 立即便有万千神闻飞出 将整片虚空封锁 那些想要逃离此地的舞者 身形顿时停了下来 一个个如同撞在了 无比坚硬的墙壁之上 甚至一些人被巨大的力量 正得不断渴血 此时还有不少人愤怒喝骂 魏彦不屑地望着众多舞者 冷笑道 不过血食而已 哪有资格在我面前言语 说吧 他一直弹出 那些喝骂之人 瞬间化作血舞 广场之上的亿万舞者 这时候全都脸色苍白 他们不明白 魏彦身为一位强大的神帝镜强者 为何要对他们出手 所有人内心都惊恐到了极点 若说那些主宰镜巅峰强者 心中还存有一丝希望 那么其他境界的舞者 便只剩下绝望了 神帝镜强者要杀他们 他们怎么可能逃得掉 又随手斩杀数十万舞者之后 魏彦双手结印 有诡异至极的道文 在其身周翻飞 随即 他向前一抓 仿若采摘果实一般 那些死去舞者的身上 顿时有点点光芒飞出 朝着魏彦手掌前方汇聚而去 那些光芒汇聚在一起 最后形成了一颗烟红的血色小球 在魏彦手中不断膨胀 又不断收缩 如同一颗跳动的血色心脏 而地上的那些破碎尸骸 陡然间化成 随风而散 魏彦看着手中的那颗血色小球 眼神十分迷醉 如同看着最美味的菜肴 随后 他另一只手捏了个硬法 同时口中猛地一吸 于是那血色小球 立即化作红色雾气 飞向了魏彦之口 血食 原来 魏彦所说的血食 就是这个意思 很多人差点崩溃 没想到 魏彦真的是 想要吃掉他们 并非另有生意 为什么 他是一位强大的神帝啊 他吃掉我们 对他来说 有什么作用 他要吃的话 吃那些主宰竞强者 不就行了吗 吃掉我们这些弱者 对他来说 有什么用啊 广场之上不少舞者 崩溃的喊道 这时候 他们无比的后悔 不断在脑中想着 若是之前没有来到此地 该有多好 舞者修道 如飞蛾扑火 明知危险 却还是忍不住向前 云末摇头叹息 事实证明 他之前所猜测的 并没有错 只不过 他也完全没想到 这魏彦所做之事 竟然如此害人 这样的行为 根本就不像是一位 神帝尽强者 所能做出来的事情 这样的举动 看起来是如此的疯狂 让人不解 慕医师 这一次 多谢你了 方朝声音颤抖地 向云末感谢 若非云末劝住了他 恐怕他也必定会 死在断龙山脉了 可是 为什么 魏彦他为何要这么做 对于魏彦的行为 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 或许 与他在中部山神禁地的经历有关 人们如是猜测 众多神帝 究竟在中部神山禁地经历了什么 为何魏彦出来之后 要做出这样疯狂的举动来 没有人知道 究竟出了什么事 只知道 从今以后 踏天神帝魏彦 便是危险的代名词了 神域注定不再平静 因为如此疯狂的神帝 将会搅乱整个神域 地乱 难道就是这个意思吗 云末皱眉思索 某种程度上来说 魏彦的这种疯狂举动 的确可称得上是地乱了 可是 云末总觉得 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其他神帝 为何没有出现 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 魏彦为何要这么做 这一切 都是谜 萦绕在众多舞者心间 哼 果然有用啊 吸射那颗血色小球之后 魏彦的脸上 露出了享受的神情 那人所言非虚 每一个生灵 都是一味血色大药 只是 这效果太差了些 想要达到最终的目的 也不知道需要采摘 多少大药才行 魏彦喃喃 随即转动目光 重新看向了 广场上活着的舞者 那种充满欲望的眼神 令得广场上的舞者 无比恐惧 便是那些主宰镜巅峰强者 也都感到惊惧 此时广场上可谓众生百态 众多舞者的反应各不相同 求饶着有之 高声喝骂者有之 神色平静者亦有不少 而等皆为谢时 魏彦看着众多舞者 低声说道 害得众多舞者 几乎头皮炸裂 这太恐怖了 被一位神帝盯上 众多舞者感觉自己 如同待宰的羔羊 谁来救救我们啊 有人大声哭泣 希望有人来救援 然而 多数人都明白 他们注定要死在这里了 根本就不会有人来救他们 之前 地级势力的舞者 都被真地宗的人赶走 所以 哪怕其他神地回归 恐怕都不会出手营救他们 所以 一股达到了极致的绝望情绪 在人群当中不断蔓延 能够助我超脱 等当感到荣幸才是 无需恐惧 魏彦笑着说道 但这时候的他 在众多舞者看来 完全就是一位魔神 哄 忽然 魏彦一脚踏出 人群当中顿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脚印 那脚印当中的舞者 进阶身语 实力强些的 尸体尚能保存完好 而那些弱小的舞者 却完全抱成了一团血舞 这些死去的舞者 体内不断有光芒飞出 朝着魏彦飞出 同时 那些尸体 也骤然化成 随风而逝 魏彦 你简直丧心病狂 忽然 有人高声喝骂 那声音震得众多舞者耳朵嗡鸣 很显然 此人实力极为强者 绝对是一位主宰镜巅峰强者 嗯 魏彦陡然停止了对其他人的杀戮 将目光投向了说话之人 哦 准地及实力的人 有意思 诸位道友 随我一同杀出去 他魏彦虽强 但也不是无敌的 今日与在下共生死的道友 都可得到我谢家的庇护 这主宰镜巅峰强者 竟然是谢家的一位高手 然而众多舞者 并没有因此变得高兴起来 因为 哪怕是主宰镜巅峰强者又如何 还不是斗不过魏彦 这位恐怖的神帝 之前死去的那些人当中 又不是没有主宰镜巅峰强者 不过下一刻 众多舞者 却立即露出了惊喜之色 只见那谢家的主宰镜巅峰强者 陡然祭出了一件器物 魏彦用以禁锢这方空间的神闻 陡然在那件器物的恐怖气息之下 消散一空 地气 是地气 众多舞者立即激动起来 没想到 这谢家的强者 竟然将地气带来了 很明显 对方之前也心有隐忧 但又抵挡不了诱惑 因此就带着地气来到此地 一件地气 绝对有资格对付神帝 所以不少舞者 趁此机会 开始向四方逃窜 他们都想要趁着谢家强者 挡住魏彦的时候 逃离断龙山脉 眼见其中不少主宰镜巅峰强者 也都纷纷逃离 那谢家强者顿时大吉 诸位道友 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 魏彦想要杀你们 你们又怎么可能逃得掉 若是随我一同抵御魏彦 尚有一线生机 我家老祖 可庇护我等 你们背后没有强者支撑 就算此时逃脱 又能如何 之后还不是要死在魏彦的手中 很显然 部分舞者认同谢家强者的说法 纷纷飞升而起 来到了谢家强者身旁 准备与他一同对敌 很好 你们助我催动地气 定然能够抵挡住魏彦的攻击 魏彦一步步向前 并没有因此感到恼怒 似乎之前就料到了这一幕 他没有急着 对谢家强者等人动手 而是随手一挥 其他方向逃窜的舞者 顿时回到了广场之上 包括那些主宰镜巅峰强者 也都没有例外 一无所知 魏彦冷笑着说道 他的实力太可怕了 根本就不怕众多舞者逃跑 众多舞者绝望了 广场之上的这方空间 再次被魏彦禁锢了 唯有谢家强者那边 没有被禁锢 毕竟有地气在 就算魏彦出手禁锢了那片空间 谢家强者也能利用地气将之轰开 他天神帝 我谢家无意与你为敌 我想 你也不愿与我谢家为敌吧 放我们离开 今日之事 就当没有发生过 哼 这件地气不错 留给我真地宗的小子 他们应该相当高兴 魏彦笑着说道 根本就没有理会谢家那位强者 谢家强者脸色立即阴沉下来 魏彦 你不要太嚣张了 我家老祖正在赶来 难道你想要引发地战吗 这时候 魏彦才瞇瞎着眼睛 看了谢家那人一眼 蝼蚁般的人物 也敢嚣张 当真以为掌握一件地气 就可与我对抗了 告诉你 我一开始就知道 你是谢家的人 我就是在等你谢家的老祖 他们也配称帝 不过是融合了道泽的可怜之人罢了 岂能与真正的神帝相比 也不知道 融合了神泽的家伙 与真正的神帝 究竟有什么区别 这一刻 那谢家强者 没来由地感到一阵胆寒 行了 你们也不用等他了 先送你们上路吧 魏彦说道 随即朝着前方一掌拍去 刹那间 即可破碎天地的力量汹涌而出 那些主宰镜巅峰舞者 各个脸色惨白 眼神惊惧 助我催动地气阴跌 那谢家强者大喊 随即联手其他人 全力催动地气 迎向魏彦的攻击 砰 一道流光飞出 直接将远方的大队 砸出了一道巨大的沟壑 至此 神域之中 又出现了一片新的地貌 怎么可能 魏彦仅仅是一位心境神帝 怎么会这么强大 这一刻 所有人都万分震惊 因为谢家的那件地气 竟然被魏彦随意一掌拍飞了出去 数十个主宰镜巅峰强者 一同催动地气 竟然连魏彦简单的一掌 都无法抵挡 这完全颠覆了众人的认知 因为当初魏彦成帝的时候 还远没有如此强大 这一刻 所有人都惊恐万分 便是那谢家的主宰镜巅峰强者 都感到一阵绝望 主宰镜巅峰修为的强者 可是最为接近神帝的存在 曾经 这谢家的强者觉得 自己手持地气 至少也可以与神帝激战数十回合 然而现在才明白 他和神帝之间的差距 究竟是多么的巨大 无谓的挣扎 魏彦神色冰冷地 看着这些反抗的主宰镜巅峰武者 说吧 他随意一拳轰出 刹那间全盲惊天 威势震荡整个神域 那谢家强者 还准备催动地气 抵挡魏彦的攻击 然而此时那件地气被击飞 他根本就已经来不及了 而且 就算他召回了地气 也不见得能够抵挡魏彦的这一拳 扑扑扑 几乎没有任何的悬念 魏彦对付数十个主宰镜巅峰武者 完全就是碾压 这数十位强者 包括谢家的那人 进阶爆碎成一团血舞 这一刻 广场上的那些武者 再也没有了侥幸的心理 数十个主宰镜巅峰强者 一同催动地气 都无法抗衡魏彦 他们这些人 又怎么可能与魏彦抗衡 等待死亡是极其痛苦的一件事情 对这些舞者来说 每一个瞬间 都是无比的煎熬 剩下的那些主宰镜巅峰强者 这时候也无比的后悔 若是刚才他们一同出手 催动地气对抗魏彦 说不定还会有一线的生机 然而现在 他们只有等死的命了 魏彦吞噬掉那数十个强者之后 并未去追击 那朝着远方飞顿的地气 而是将目光 投向了广场上 剩下的那些舞者 此法甚妙 可惜效果太差了些 不过 也能理解 到了神地境 那就是真正的神灵了 这些蝼蚁的精粹 又乃能与神灵相比 要通过他们得到大补 自然不易 魏彦口中喃喃 听在广场上众多舞者耳中 如同恶魔的一语 啊 有人承受不住这种压力 当场崩溃 变得疯疯癫癫 然而 没有一人能够逃脱魏彦的魔掌 不久之后 前往断龙山脉 想要从魏彦那里 得到成帝经验的舞者 全都成为了魏彦的血石 今日之事 注定要震动整个神域 魏彦所行之事 简直太过疯狂 完全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 他这样的行为 有为天道 简直是在于整个世界为敌 通过阵法观看这一幕的舞者 进阶感到头皮发麻 如此疯狂的一位神帝 对神域来说 简直就是一场天大的灾难 没有人知道 魏彦吞噬了这些人之后 还会不会有更为疯狂的举动 云莫身旁的方巢 身上冒出一阵阵的凉气 这时候的他 物资一阵后怕 若非云莫劝说 这时候的他 恐怕已经成为亡灵 不 那些被魏彦吞噬的舞者 恐怕连魂魄都没有剩下嘶吼 莫医师 太阴供的强者 当真愿意庇护我吗 方巢颤声问道 他几乎被魏彦吓破了胆 曾经他以为 主宰镜巅峰的他 已经和神帝差距很小了 但今日看到魏彦轻易震杀 数百主宰镜巅峰强者 才明白他原来的想法 是多么的可笑 这时候 他很是惧怕 怕魏彦会杀上柳元剑宗分宗 将他建立的宗门 连同他一起 从世上抹去 一位凭一己之力 建立了顶级一等实力的强者 被吓成这样 可见魏彦的恐怖 方宗主 你只管留在宗门内 那魏彦哪怕当真 想要对付你 也不可能办得到的 云莫说道 安慰着方巢 他并没有因为方巢的失态 而看不起他 事实上 云莫自己也感到头皮发麻 之前他猜测魏彦讲道之事不妥 却也想不到 魏彦竟然会如此疯狂 那我就不在外逗留了 这就返回宗门 方巢真的被吓住了 一点也不敢再待在外面 立即动身 返回了宗门 魏彦做出疯狂举动 这让云莫心情沉重 他和魏彦之间 或者说 新宗和魏彦之间 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虽然他们得到太阴公的庇护 但很难说 魏彦会不会做出 更加疯狂的举动来 毕竟如今的魏彦 实力已然大涨 所以 今日之事 对于他们来说 在此时 云莫心中一紧 因为他发现 魏彦的目光 竟然投向了他所布置的阵法之处 若是魏彦诚心为他人讲道 那么云莫的这点小手段 魏彦肯定不会在乎 可是现在 可就难说了 下一刻 魏彦眸光大胜 云莫眼前由监控阵法形成的画面 陡然消散 很明显 广场外的监控阵法 已经被魏彦破坏掉了 云莫沉默片刻 后起身朝着宗门的方向飞去 不管魏彦会不会单独来寻他 现在最应该做的 便是返回太阴宫 从魏彦之前 派人赶走其他地级势力的武者这一行为来看 魏彦对于其他地级势力 还是极为忌惮的 所以 留在宗门内 应该还算安全 而且 就算魏彦想要动手 也不见得能够奈何太阴宫 毕竟 哪怕太阴神女不在宗门内 太阴宫之中 也还有至少两位以上的底蕴人物 他们的战力 可都非比寻常 此时 断龙山脉的监控阵法 全都被魏彦震碎 所以 没有人知道 谢家的底蕴已经携带地气 脸色阴沉地赶到了断龙山脉 当看到断龙山脉除了魏彦 再无他人时 这位谢家的底蕴 脸色便是更加难看了几分 他天 你这小辈发什么疯 杀其他人也就算了 竟然还敢杀我谢家舞者 你真当自己已经无敌了吗 今日若是没个说法 便是拼着折兽 我也得给你一个难忘的教训 谢家底蕴怒喝道 事实上 这谢家的底蕴 此时对于魏彦 也是分外的忌惮 他恼怒魏彦的同时 又不想太过激怒对方 否则 就会直接叫魏彦 而不是称呼踏天 哼 魏彦发出一声冷笑 声音充满了不屑的意味 你们这些老东西 借着仙人的神则 拥有了一点神帝级别的实力 便真就把自己当作神帝了吗 言语之中 透露着赤裸裸的不屑和鄙夷 没有丝毫的掩饰 你 谢家底蕴文言大怒 他本不想与魏彦闹得太僵 希望对方补偿他谢家的损失 他也就捏着鼻子 吃下这个大亏了 没想到 对方既然如此嚣张 完全就没有将他放在眼里 这让他极为恼怒 要知道 虽然他们这些底蕴人物 并非真正的神帝 但完美地融合了神则 已然拥有了失去神帝的战力 除了激战会消耗寿元 和神则这个弊端之外 他们和神帝竞强者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所以 魏彦如此蔑视他 让他极其愤怒 现在的年轻神帝 都如此狂妄了吗 谢家底蕴冷冷地说道 很好 你杀我谢家强者 还如此嚣张 我倒要看看 你这新晋的神帝 究竟能有多厉害 我嗯 这谢家底蕴催动地气 属于神帝级别的可怕威压 瞬间席卷向四方 整片空间都在颤抖 如同在表示臣服 你们这些取巧 拥有了神帝竞战力的老东西 真的已经老了 这一个时代 注定辉煌 而你们这些老东西 不应该属于这个时代 就此湮灭在历史当中吗 魏彦平静地说道 他忽然伸出了双臂 体内有无比磅礴的灵气涌出 片刻后便形成了一副甲咒 让得魏彦看起来威风凛凛 还灵甲 威视极其不俗 UcookCSUO.com 而且 此时魏彦身上锁着灵甲 并不仅仅是秘术形成的还灵甲 其中 还融合了一件真正的灵甲 那是魏彦的地气 魏彦 你狂妄得有点过头了 谢家抵御怒喝 你觉得自己身为神帝 可以用高高在上的目光 俯视我等融合神则的强者 然而却不知 你等在我们眼中 也不过如那昙花一瞬 从我融合神则以来 见过了不知多少 神帝的崛起 然而无一例外 他们统统消失在了 历史的长河之中 你魏彦 注定也不会例外 我们这些融合神则的强者 才是近乎永恒的存在 可惜 你所谓的永恒 要到此为止了 魏彦冷笑 随即迈着步伐 陡然冲向谢家抵御 碰 断龙山脉 竟然爆发了神帝境的大战 那种惊天的威势 让得神域舞者惊骇不已 断龙山脉附近的舞者 感受到那种可怕的波动之后 纷纷出逃 竭尽所能远离此地 神帝境的战斗 实在过于恐怖 哪怕仅仅一点余威 都足以毁掉一座巨大城池 此时 有不少强者 遥望断龙山脉 有人低语道 踏天成就神帝不过百年而已 形势竟然就如此瘟狂 看来 他在禁地之中 定然有了不小的收获 谢家曾经的那位神帝 实力并不弱 踏天竟然敢与之一战 可见实力的增长 不是一星半点 此时整个神域 都在关注魏彦和谢家抵运的战斗 不过除了同样拥有 神帝境实力的抵运人物 其他人完全无法看到那里的战斗 寻常舞者 根本不敢靠近那里 只能感受到 有极其恐怖的波动 从断龙山脉传来 这一战 必定十分激烈 神域中哪怕距离断龙山脉 最远的地方 都能够感受到那里的战斗 很多人都觉得 虽然魏彦身为神帝 实力极强 但毕竟踏入神帝境没多久 所以在战力上 不见得就比得上谢家抵运 这一战 很可能会以魏彦服软落幕 最多也就是战平的局面 然而最终的结果 却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几个时辰之后 断龙山脉的恐怖波动消失 这意味着魏彦和谢家抵运的战斗 已然结束 随后不久 谢家所在的方向 有强大的波动传来 随着一声巨响 众人明显感觉到 有什么东西破碎了 难道 谢家抵运落败了 很多人都无比震惊 刚才那种波动 分明就是谢家的阵法 被人攻破的征兆 若是谢家抵运 尚在的话 谢家的阵法 怎么会被人攻破 没多久 谢家方向传来的波动 也彻底消失 猜测到最终的结果 很多人都感到毛骨悚然 很可能 一个顶尖势力 就此成为过去了 一时间 神域众多武者人人自危 连顶尖势力 都被魏彦攻破 其他势力 就更是没有反抗之力了 若是魏彦继续出手 神域将迎来一场巨大的灾难 一些准地级势力的抵运 甚至已经准备联手 其他准地级势力的抵运 防止魏彦对他们出手 不过 让人意外的是 那日之后 魏彦便仿佛消失了一般 再也没有了额外的举动 数日之后 一些胆大之人 悄然靠近谢家所在的区域 结果发现 谢家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 里面没有留下 任何有生命的东西 很明显 强大的谢家 一个存在了不知多少年的 古老顶尖势力 已然成为过去 至此 众人对于魏彦的强大 有了一个更为直观的人士 一位疯狂且强大的神帝 令得整个神域都为之惊惧 对于魏彦忽然消失一时 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是谢家底蕴尚未生育 魏彦是追击谢家底蕴去了 有人认为 魏彦刚踏入神帝境没多久 实力并没有众人想象的那么可怕 在那一场大战当中 魏彦遭受重创 正在暗中疗伤 但事实究竟如何 哪怕是那些底蕴人物 一时间都无法弄清楚 就这样 神域的无数舞者 在恐惧之中 度过了数月的时间 在那日之后 魏彦便在没有消息 这让神域众人 稍稍吐了口气 魏陌叮嘱其他人不可随意离开宗门 自己却悄然离去 去寻找万道花的下落 他的小世界当中 沉睡着一位强大存在 所以他才敢如此大胆 否则的话 魏陌也是不敢随意离开宗门的 只有自己变强了 才有能力庇护他人 所以 尽管明白前路危险 魏陌还是壮着胆子不断前行 忽然有一天 一个让整个神域都的消息传来 所有的人 都大大地松了口气 进入境地的神地 竟然在同一天 走出了境地 这对神域的舞者来说 当真是一个好消息 其他神地回归 那么 即便魏陌再强 也会有所顾忌 不可能再那么肆无忌惮了 却没有人知道 这一日 才真正是噩梦的开始 神域各大神地走出境地 最感到安心的 自然就是地级势力的舞者 这些日子 他们提心吊胆 生怕自家神地 会在境地之中出现意外 自家神地回来了 他们也就放心了 哪怕这时候 魏陌杀上门来 他们也都无拘了 至于其他势力的舞者 此时也是 稍稍松了口气 有其他神地撤肘 想来那踏天神地 应该也不敢像之前那样肆无忌惮了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些事情 却又让神域舞者的心 一下子提了起来 太阴公 落天神宗等地级势力 竟然在召回自己势力的弟子 这样的行为 太过反常 就在一些势力准备打听 究竟发生了何事之时 神域西部 却骤然传来了一个 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 靠近天咒教的区域 忽然有恐怖至极的咒纹浮现 亿万里以内的生灵 竟然全在瞬息之间 失去了生命 而且 恐怖的咒纹并未因此停留 还在不断前行 收割着无数生灵的性命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神域普通势力的舞者 皆是感觉头皮发麻 神域之中 除了天咒教主 恐怕就没有人有这样的实力了 只一刹那 众人便明白了一切 天咒教主 也如同魏燕那般 开始大开杀戒了 为什么 为什么 神域西部靠近天咒教的那些势力 彻底绝望了 他们想不明白 为何高高在上 神帝要对他们下手 这些人察觉到不妙之后 第一时间便想要逃离 然而却发现 周遭空间早已被禁锢 他们根本无法逃走 因为神帝要杀人 他们这些普通舞者 又怎么可能活灭 得到消息的舞者 全都惊骇莫名 没想到不仅仅是魏燕 天咒教主 竟然也做出了此等疯狂的行为 此时 众人感觉 每一位神帝 可能都是这样的魔神 察觉到不妙的势力 已经有不少开始逃离神域 据他们所知 似乎即便是神帝竞强者 也不敢前往三千边缘星域 所以一时间 无数的舞者 开始朝着三千边缘星域逃离 然而 让逃离神域的舞者绝望的是 主星域和三千边缘星域之间的 那片虚空之中 竟然早就有一位恐怖的人物 等在了那里 哦 虚空之中 一个巨大无边的滔铁之口 陡然浮现而出 那些准备逃往三千边缘星域的舞者 进阶被吸进了那滔铁口中 滔铁是天宫 是吴家家主 滔铁神帝 有人惊恐大喊 再不敢前往三千边缘星域 而是疯狂返回神域 这位吴家家主 观滔铁之行 创滔铁是天宫 实力极其强大 有他守在虚空之中 没有人能够侥幸逃离 一时间 神域舞者全都无法平静了 神域之中 有踏天神帝 以及天宙教主 肆意灭杀生灵 前往三千边缘星域的道路 又被饕铁神帝堵住 他们简直无路可逃了 最恐怖的是 谁也不知道 其他的那些神帝 是否也会对他们出手 天哪 难道就没有人来阻止他们吗 太阴神女 您代表太阴 是正义之神 求您出手制止这些魔神吧 金乌神帝 您是太阳神鸟 来远古神族 求您为众生主持公道 不断有人哀求 希望有人出来阻止这一切 然而 并没有人去回应这些声音 相反 恐怖的事情 还在发生 一道浑身阴气森森的身影 陡然拔高 脚踩山河 头顶高天 他随意挥手 便有大片阴气浮现 带走无数舞者的性命 神师宗宗主 二世神帝也出手了 其残杀生灵无数 神域仿佛化作了炼狱 不仅仅是这几位神帝 还有一条拥有两个身子的巨蛇 在神域之中横行 其所过之处 大地干涸 生灵静灭 肥义族组长 也出手了 果然有效啊 只是这效果 也太差了些 想要达到最终的目的 所需甚聚 难怪那远古时代 那样的辉煌 又那样的混乱 肥义族长低语 几位 如此滥杀 怕是不妥吧 忽然 天空之中 出现了两个太阳 其中一个太阳之中 似有三族神鸟 震翅而飞 金乌神殿 是金乌神殿 很多人激动得流泪 终于有人出手 制止这些魔神了 众多神域的舞者 仿佛看到了希望 呵 金乌道兄何出此言 远方的天咒教主 笑着开口 而等如今也明白了 这种法虽然有效 但所需甚聚 若是杀尽生灵 最终却达不到目的 又该如何 依我所想 不如直采大药 那些小家伙 放过即可 待得时机成熟 再次采摘 如此才最适合理 天空中的那轮大日之中 传来这样的话语 听到这样的话 神域舞者一阵愕然 随即心中 生起了巨大恐惧 他们本以为 金乌神帝将会出手 阻止这些魔神 没想到 金乌神帝更狠 竟然想要将他们 当作牛羊一般饲养 这对众人来说 简直就是天大的灾难 金乌道兄多虑了 这样的情况不会出现 就算他们不够 我等享用 还有其他大药 饕铁神帝 一边咀嚼一边说道 恍惚之间似有血腥气息 传向四方 金乌神帝闻言 眼睛须眯起来 饕贴神帝的话语 蕴含深意 最终 金乌神帝大笑起来 哦 看来 几位道兄都是如此作响啊 既然如此 那也就不用留守了 说吧 有极为恐怖的火焰 从那轮大日之中飞出 灼烧山河亿万里 刹那间 亿万里山河 化作了岩浆海洋 生灵静灭 都是魔神啊 我等没有活路可走了吗 神域舞者近乎绝望 这些魔神 一个比一个狠 简直是要毁掉整个神域 地乱 云墨握紧了拳头 脸色难看地望向那几个方向 他心中颇感无力 哪怕他自认不是一个好人 可看到这样的情景 也是无比的愤怒 此时的他 才终于明白 之前天机师测算天机所得到的启示 究竟意味着什么 然而 面对这样的局面 云墨哪怕想要做些什么 也根本没有那样的能力 哪怕他请求郑庆出手 恐怕郑庆都不会同意 因为郑庆所牵涉的东西 更为恐怖 若是没有合理的理由 他也不会出手 而所谓的合理理由 郑庆之前便有过暗示 唯有云墨性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他才会出手 如今的神域 已经不适合闯荡了 云墨低语 极大神帝疯狂出手 让得神域便做了炼狱 天咒教主 饕餐神帝 二世神帝 肥医族长 以及金屋神帝 他们一同出手 不断收割者神域众多武者的性命 哪怕神域极为广阔 生灵无数 恐怕也招架不住几个强大神帝 如此残杀 而且 暗中还有一个踏天神帝 也同样恐怖 其他神帝 也没人知道他们的想法 不清楚 他们是否会做出同样的举动 云墨不再停留 全力前行 返回了宗门 当他来到太阴宫大门外时 正见到无数武者 堵在太阴宫大门外 不少武者 甚至直接跪了下来 朝着太阴宫的方向磕头 太阴宫直接出动了 两位主宰静后七强者 将这些人挡在了外面 来此 求救的武者实在太多了 若是任由他们进入太阴宫 太阴宫恐怕会大乱 虽然很多人也怕太阴神女 会做出和那些魔神一样的举动 但这样的概率 似乎很小 因为太阴宫的口碑 向来极好 而且 他们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太阴宫是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 太阴神女 那些魔神肆意残杀生灵 致使神域无道 若是神域的生灵 进阶消逝 之后哪怕太阴宫这些顶尖势力还存在 又有什么意义啊 恳求太阴神女出手 震杀魔神 为神域众生讨个公道 云末心情沉重 他早已知晓 乱世将至 可也完全没想到 情况比他想象的 要糟糕这么多 云末越过众多武者 进入了太阴宫大门 两个主宰静后七强者 自然不会阻拦他 进入太阴宫之后 云末静止走向新宗 不过忽然他停了下来 将目光投向太阴宫 一世大殿的方向 那里大门紧闭 隐隐有争吵声传来 很明显 哪怕是太阴宫 面对这样的情况 都必须谨慎以对 眼下 太阴宫的高层 定然是在商讨应对之侧 看来 太阴神女 不会做出同样的举动来 云末暗道 同时大大的松了口气 忽然 云末看到远处 一道美丽身影走来 云末连忙迎了上去 作一道 月曦仙子 莫公子 你终于回来了 柳元建宗弟子多次找我 打听你的消息 他们很担心你 你赶紧回去吧 这些日子不太平 莫公子最好留在宗门内 不要外出 古月曦神色严肃地说道 云末看了看太阴宫 一世大殿的方向 随后沉声问道 月曦仙子 魏燕等人 究竟为何会如此 我想 你应该知道一些真相吧 古月曦天赋卓绝 乃是太阴宫的天之娇女 地位极高 所以太阴神女带回来一些消息 古月曦极有可能知晓 沉默片刻后 古月曦说道 莫公子 你应该很清楚 神帝竞强者最渴望的事情 是什么吧 长生 神帝之上 古月曦点点头 道 传说 踏入神帝之上的境界 便可拥有无上战力 拥有永恒的寿源 此次众多神帝前往禁地 便是因为此事 而且 也却有所得 哦 他们究竟得到了什么 云末心中一沉 隐隐有所猜测 但不敢肯定 古月曦深吸口气 随后声音微颤地说道 众多神帝在境地之中 遇到了一个人 疑似神帝之上的强者 云末瞳孔微缩 没想到 神山境地之中 竟然也有神帝之上的强者 古月曦继续说道 十几位神帝 得到了一些丹药 实力皆有较大提升 但最重要的事情 还是遇到这位未知的强者 此次神域的变故 便是与此人有关 难道 他给出了突破神帝境的方法 不错 古月曦点头 不过 此人所给的秘法 却极为邪义 那人所给出的 是一种名为采药先觉的秘法 这采药先觉 将万千生灵 当作一味大药 进行裁补 那位强者言称 神帝境强者 可以此踏入神帝之上的境界 原来是这样 云末眸光冷立 罪恶的源头 实际上就是那位未知的强者 可是 那人怎么可能轻易 便给出一种 突破神帝境的法门 其中 定然蕴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其他神帝 又何尝不知 可神帝之上的境界 对神帝们的吸引力 实在太大了 以至于他们甘愿冒险尝试 古月曦摇头说道 云末末然 这样的道理 并不难理解 就如同神帝境 对于主宰境巅峰强者 拥有致命的吸引力 之前 尽管那些主宰境巅峰强者 都知道去往断龙山脉有危险 但他们还是飞蛾扑火一般 前往了断龙山脉 最终往送性命 古月曦叹了口气 道 最关键的是 之前魏燕已经尝试过了 这种秘法 的确对神帝境强者有用 其他神帝得知此事 便再无顾虑了 哪怕此法不能让神帝突破神帝境 这些神帝境强者 恐怕也会毫不犹豫地使用 毕竟 神帝境强者 想要提升实力 是极为困难的 有了这么容易 就能提升实力的方法 他们怎么可能错过 从现在起 神域已经变得和以前不同了 也不知道 是否有人去阻止那些魔神 或许有神帝愿意出手 阻止魏燕等人 但他们必然也有顾虑 谁也不知道 愿意使用采药先决的神帝 究竟有多少 贸然出手 哪怕是神帝 都可能会招来大难 多谢月曦仙子 云墨郑重行礼 这些消息 也只有地级势力的弟子 才能知晓 云墨匆匆返回宗门 却听到了一阵吵闹声 阿黎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孟儿姐姐 既然清河谷没有派人过来 那便说明 他们不希望你现在回去 如今外面十分危险 也只有同位地级势力的地方安全一些 所以孟儿姐姐 你就留下来吧 孟儿 不说 你回去了 能否帮到清河谷 便是能帮到清河谷 如今外界这么危险 你能否顺利返回清河谷 也都说不一定啊 岑泽也劝说道 听到众人的声音 云墨立即明白 孟儿这是想要返回清河谷 她微微皱眉 快步走了过去 对孟儿说道 孟儿 如今外界十分危险 你不可胡闹 哥哥 清河谷的实力 在那场变故之后 本就弱了很多 你也知道 神泽莲子在我身上 若是我不回去的话 清河谷一旦遭到神帝的攻击 那就完全没有反抗之力了 孟儿小声说道 云墨叹了口气 道 可是 连魏燕都能灭掉谢家 清河谷的实力 恐怕还不如谢家 即便你回去了 也不见得能够让清河谷无恙 可至少还有希望不是吗 若是老谷主没了神泽莲子 那他们就只能等死了 哥哥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涉险 可我是清河谷弟子啊 孟儿的师父 师伯 还有众多师姐师妹 他们都在清河谷啊 如果是哥哥的话 哥哥会丢下他们不管 独善其身吗 云墨沉默下来 这一刻他才明白 原来孟儿 也有了自己要守护的人了呀 一旁的颜飞横 一直没有说话 这时候 他才看向云墨 道 大哥 我和孟儿一起去 很明显 颜飞横表明了态度 本来 若是没有 这场天大变故 孟儿你和颜胖子两人 应该在清河谷 也举办一场婚礼的 可惜 现在的情况 已经不允许了 云墨说道 他遥望清河谷的方向 最终说道 也罢 我陪你们一同前去 师弟 存泽一把拉住了云墨的手臂 云墨是柳元剑宗未来 可不能有闪失 如今神域西部 天咒教主肆意收割生灵性命 云墨若是前去 将会十分危险 哥哥 你不能去 孟儿立即说道 我是清河谷的弟子 所以不能不管清河谷 此次回去 生死难料 哥哥你 不能陪着我们冒险 大哥 你留下来吧 严飞横也说道 墨语哥哥 阿里一把拽住云墨衣袖 不想让云墨去冒险 师尊 我陪你一起去 秋良说道 我也去 苏巧夕见此连忙说道 云墨敲了敲两个弟子的脑袋 道 你们凑什么热闹 学学你们大师兄 樊景笑呵呵地说道 我相信 师尊不会有事 云墨目光扫过 陈泽等人 最后看向梦儿 道 傻丫头 哥哥什么时候 做过没把握的事情 我敢去 就有能力保证 大家的安全 梦儿现在 也独当一面了 有自己要守护的人了 那么梦儿 也应该知道 我也有要守护的人 梦儿你们 就是哥哥 要守护的人啊 我怎么可能 看着自己的妹妹 独自去面对危险呢 放心吧 这一次去清河谷 我不但要保护梦儿 也会让清河谷无恙 众人都知道 云墨实力极强 近乎同街无敌 嫌有人能比 以往 他创造了太多的奇迹 若是以前 云墨所说的话 众人都会无条件地相信 但这一次 众人却沉默下来 不是他们不愿相信云墨 实在是神帝竞强者 太过可怕 哪怕是云墨 也根本不可能抗衡神帝啊 梦儿 要么 你就留在这里 要么 我和你一起 去清河谷 云墨直接给了梦儿 两个选择 梦儿看着云墨 神色不断变换 很明显 他内心在挣扎 他不想丢下清河谷不管 毕竟神则莲子在他身上 但是 他也不想让云墨 跟着一起冒险 最后 梦儿咬着嘴唇 抬眼看着云墨 很认真的问道 哥哥 你真的有那样的能力吗 哥哥什么时候骗过你 云墨笑道 好 那我们这就出发 最终 云墨 颜飞横 以及梦儿 乘坐云墨炼制的传送阵 前往了清河谷 几个吵闹着要一同前去的小家伙 被云墨敲了一顿板栗 也就消停了 事实上 虽然整个神域都人心惶惶 但毕竟神域极为广阔 遭到几位魔神毒手的 也只是 占神域很小的一部分 而云墨他们所经过的地方 还算平静 不过 虽然表面看起来很平静 但云墨他们 却能感觉到人心的恐慌 毕竟 谁也不知道 那几位魔神 究竟什么时候会打过来 神域很大没错 但那仅仅是对普通武者而言 神帝尽强者 哪怕要横穿整个神域 也是用不了多少时间的 云墨所炼制的可移动阵法 并不是多么厉害 所以从太阴宫赶到清河谷 耗费了不短的时间 当他们赶到清河谷的时候 终于松了口气 还好 清河谷还没有遭到毒手 圣女 您怎么回来了 当清河谷弟子看到梦尔之后 顿时脸色大变 很快 清河谷老谷主便赶了过来 他脸色铁青 喝道 胡闹 梦尔 你这丫头 不待在太阴宫那样安全的地方 回来作甚 老谷主 没了神则莲子 你们怎么应对那些魔神 梦尔说道 我不可能放下你们的 那些神帝的实力强得可怕 哪怕是 有了神则莲子又能如何 一个未焰 就能灭杀谢家 其他神帝要灭掉我清河谷 还不容易吗 老谷主喝吃道 清河谷上下 都一致同意 不让你回来 如此 哪怕清河谷没了 也还能有一丝火种 你现在回来 若是天咒教主此时杀来 我清河谷岂不要彻底覆灭了 梦尔眼中韵泪 那是感动的泪水 虽然自己遭到喝吃 可他心中却极为感动 清河谷上下 竟然宁愿赴死 也不愿他回来冒险 清河谷老谷主 转头看向云墨 闷耳胡闹 你怎么也跟着胡闹 他要回来 难道你就不知道拦住他吗 你这哥哥是怎么当的 墨语 赶紧带着梦 返回太阴宫 清河谷谷主沉声说道 忽然 清河谷老谷主脸色大变 来不及了 天咒教主 已经从那个方向杀过来了 他们此时离去 将会更为危险 那怎么办 清河谷谷主焦急起来 清河谷老谷主咬牙道 没办法了 现在也只有拼运气了 希望谷内的防御阵法 能够挡住天咒教主吧 说着 清河谷老谷主 看向清河谷谷主 若是防御大阵被迫 我应该还能抵挡天咒教主片刻 到时 你带着梦他们 赶紧往太阴宫的方向逃 这时候的清河谷老谷主 似乎做好了身陨的打算 防御阵法 云墨忽然眼睛亮了起来 对啊 他之前怎么没有想到 以阵庆的能力 连改造分宗那里的阵法 都轻而易举 要将清河谷这座地级阵法提升一些 提升了 定然能够抵挡天咒教主的攻击 到时候 也就用不着请郑庆出手了 而且郑庆也说过 加固阵法 并不算用掉一次机会 想到这 云墨赶紧将心神沉入小世界当中 在天地印前凝聚出一具身形之后 云墨连忙抱拳喊道 前辈 郑庆前辈 醒醒 结果 天地印没有丝毫变化 郑庆似乎并不想理会云墨 此时的雷元 已经成长为一个少年 他上前两步 直接用手指头戳向天地印 喂 醒醒 你这懒虫 快起床了 干什么 干什么 还让不让人好好睡觉了 每次睡得正香 都被你们吵醒 烦死个人 郑庆不满的声音传来 片刻后 他凝聚出一道身形 物字打着哈欠 眼眶黑黑的 一副没睡醒的模样 前辈 我遇到一些麻烦 想要请你出手 云墨说道 郑庆一下子没了睡意 连忙问道 你小子遇到什么事了 这么快就要用掉一次机会 不是 我想请前辈出手 帮我加固一座阵法 云墨说道 郑庆文言嘴角抽了抽 你小子是不是将我当作免费劳动力了 不久之前 我才帮你做了这样的事情 怎么又要来拜托我了 前辈 若是你不肯相助的话 不久之后 我恐怕就真的要用掉一次机会了 云墨说道 听到这句话 郑庆才稍稍认真了一些 他问道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云墨立即将最近神域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告知了郑庆 郑庆皱眉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片刻之后 他沉声道 彩要先决 没想到 这么快那些家伙就动手了 什么 云墨骤然一惊 他感觉 郑庆很可能知道一些真相 这件事情 极有可能不是表面 看起来那么简单 然而 郑庆却没有继续解释 他感知了一下外界 随后说道 外面的阵法 倒是还算过得去 比上一次的阵法好了太多 嗯 不用其他材料 我直接 在起原来的阵机上布置就可以了 之后 这座防御阵法 应该就足以应对这次动乱了 说吧 郑庆的身形 陡然消失不见 不到一刻钟时间 郑庆便打着哈欠返回 云墨立即一洗 开口问道 布置好了 没问题了 附近那家伙 我看了 实力一般 破不开阵法的 好了 我要继续睡觉了 没有特别的事情 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烦死了 郑庆不满地说道 随后凝聚出的身形 消失不见 这时候 云墨才放心下来 郑庆乃是天下第二阵 随手布置的阵法 都不是寻常神地能破开的 清河谷的阵法被他提升 立即变成了 如今神域最为安全的地方 如今的清河谷 恐怕比之太阴宫还要安全 来了 忽然 清河谷弟子一阵慌乱 所有人都脸色苍白地看向前方 就连清河谷老谷主 这时候 都是一脸的凝重 前方 有万千咒飞来 触碰到这些咒的生灵 进阶身孕 天咒教主 一路杀戮而来 静止奔向清河谷 那无尽的咒 逐渐向前蔓延 片刻之后 终于是与清河谷的防御阵法 剧烈地碰撞在了一起 轰隆 随着一声巨响 清河谷的防御阵法 剧烈颤动起来 清河谷外 恐怖地波动席卷九天 震荡八方 以往 在世人的认知当中 天咒教的咒 似乎只拥有诡异能力 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威势 然而此刻 众人的认知被颠覆了 那咒不仅仅有诅咒的能力 还拥有极其可怕的攻击力 云末尤其震惊 这座阵法 可是经过震庆提升了的 不是寻常阵法可比 然而 天咒教主 竟然能够打得 这防御阵法剧烈颤动 可见其实力之强 若是寻常地级阵法 或者这座阵法 并未被震庆提升 恐怕早就在 天咒教主的攻击当中破碎了 清河谷的弟子 虽然之前都表现出 不惧死亡的态度 可世上又有几人 能够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真正做到平静 所以 这些清河谷的弟子 此时全都脸色惨白 无比害怕 若是清河谷的防御阵法被迫 恐怕所有人都会生育 此时 清河谷老谷主露出金仪之色 清河谷的阵法如何 他是最清楚的人 事实上 他很清楚 清河谷的神地消失之后 这座大阵 便随着时间的流逝 而逐渐衰弱 按理说 面对天咒教主 这位强大神地的攻击 这座阵法 应该毫无抵挡之力才对 这也是 他没有调动清河谷弟子 加持阵法的原因 毕竟若是那样做的话 恐怕所有人都得死 而静等阵法被迫 他在拼死抵挡天咒教主 清河谷的弟子 说不定还有一线的生计 可现在 情况有些出乎他的预料 本该瞬间破碎的防御阵法 竟然大显神威 抵挡住了实力恐怖的 天咒教主的一击 这实在让他吃惊 咦 极远处的天咒教主 也是发出了一声轻疑 他身形晃动 瞬间出现在了清河谷外 很明显 天咒教主也没有料到 连准地级势力 都不怎么算得上了的清河谷 竟然能够挡住他的攻击 天咒教主眼睛 须眯着看向清河谷 他感觉有些古怪 一时间也没有继续进攻 清河谷老谷主向前一步 挡在了众多清河谷弟子前方 他沉声说道 天咒教主 你所行之事 有为天和 若是继续下去 恐怕会引来整个神域强者的镇压 所以 你还是赶紧离去吧 不要再挫下去了 哼 下重不可与兵 你这样的蝼蚁 连与我讨论此事的资格都没有 天咒教主冷笑道 他说吧 不再理会清河谷老谷主 而是仔细观察起清河谷来 片刻之后 天咒教主眉头微皱 有古怪 本来还觉得 你清河谷是最容易啃的一块骨头 没想到 竟然估算有误 嗯 再试试 说吧 天咒教主陡然寄出了一本书籍 其上有万千咒浮现 轰向了清河谷的防御阵法 这一次的咒浮 竟然比刚才的那些还要恐怖 不仅仅是咒所透露出的诡异 让众人心惊 那种强大的威势 也令得众人背脊发凉 哼 万千斧轰击在了清河谷的防御阵法之上 令得整个清河谷都震战起来 山谷之中 甚至有山崖直接崩塌 让人心惊 然而 尽管清河谷的防御阵法 看起来摇摇欲坠 却并未被攻破 天咒教主皱眉 又发动了数次攻击 然而每次都是如此 阵法看似摇摇欲坠 可就是无法被攻破 看到这样的结果 清河谷的弟子 全都兴奋起来 本来 他们以为今日必死无疑了 却没想到 清河谷的防御阵法 竟然如此强大 此时 便是清河谷谷主 都察觉到不对劲了 作为主宰镜巅峰强者的他 自然知晓 清河谷曾经的那位神帝 并不擅长阵法 所以 尽管清河谷的阵法 是地级阵法 却根本无法抵挡神帝的权力攻击 哪怕是这阵法处在巅峰时期 被天咒教主如此攻法 也早就被攻破了 然而现在 清河谷的防御阵法 却抵挡住了天咒教主的连续攻击 这件事情 着实不同寻常 不过 猜测到不对劲的人 却并未细究 不管怎么说 清河谷的防御阵法变强了 抵挡住了天咒教主的攻击 对他们来说 是一件好事 清河谷老谷主 这时候彻底放松下来了 了解了如今 这防御阵法的强大之后 他已然明白 天咒教主 不可能再攻破清河谷了 别愣着了 赶紧接阵 加持阵法 清河谷老谷主大喊道 片刻之后 清河谷的所有弟子 都行动了起来 催动灵气 加持防御大阵 如此一来 清河谷的防御阵法 变得更加坚固了 天咒教主 必定无法再对清河谷造成威胁 忽然 清河谷老谷主看向云墨 当看到云墨一脸的平静之后 当即露出狐疑之色 以墨小子的聪慧 自然能够想到 清河谷的防御阵法 是无法抵挡住天咒教主的 可是 看到防御阵法 竟然挡住了天咒教主之后 他竟然还如此平静 难道 他早就知道这样的结果了 可是 他怎么会知道 清河谷的老谷主 开始在心中猜测 这件事 可能和云墨有关 毕竟 没有意外的话 清河谷是挡不住天咒教主的 唯一的例外 便是此时 云墨来到了清河谷 可是 云墨不过是一个圣人禁武者 怎么可能拥有那样的能力 若是他真有如此能力 当初的柳元建宗 就不会出现那样的悲剧了 一时间 清河谷的老谷主 想到了很多 只是 就是无法彻底想明白真相 清河谷老谷主 那略显狐疑的眼神 云墨自然感觉到了 他为有些担忧 怕柳元建宗分宗 也遭到攻击 如此一来 两个本不该挡住 神帝进强者的势力 却挡住了神帝的攻击 神域的强者 便很容易将此事 与云墨联系起来了 一件事情 或许发现不了端倪 但两件相似的事情结合 总能理出一些脉络 若是那些神帝发现 当初禁地中的天大机缘 为云墨所得 他们必定会变得疯狂 如今仅仅是神帝作乱 神域就变成了这般模样 若是在因郑庆 牵扯出神帝之上的强者 恐怕将会有更为可怕的局面 然而 这一切都不是云墨可以左右的 所以 他只有静静地等待事情的发展 云墨紧握双全 心情有些沉重 自己的实力 终究还是太弱了 只要自己拥有主宰 进后期的实力 在这乱世立足了 可惜 一切都来得太快 他根本就没有成长的时间 倒是小瞧了清河谷 也罢 没必要盯着一出 天咒教主冷笑道 随即 他转身离去 也不知道 下一个倒霉的 将会是哪一个势力 看天咒教主的意思 他明显是想要像魏燕那样 吞噬掉一个准地级势力 魏燕离去之后 清河谷众人 终于是大大的松了口气 刚才 神帝进强者 给他们的压力 实在太大了 每个人都感觉 去鬼门关走了一遭 劫后余生啊 有些弟子感慨道 没想到 咱们清河谷的防御阵法 竟然如此强横 连神帝进强者 全力出手都无法攻破 之前我还以为 我们要完蛋了呢 劫后余生 清河谷的弟子 全都露出了笑脸 不过 天咒教主走后 所有人都继续看向 天咒教主所在的方向 那里 仍旧不断有恐怖的波动传来 众人明白 仍旧有无数的生灵 因天咒教主死亡 哇 忽然 更为激烈的波动传来 这一次 却并不是天咒教主所在的方向 众人明显感受到 那是两股强大的波动 很显然 有地战爆发了 几乎是同一时间 仿佛有默契一般 神域的其余四个方向 也有地战发生 而其中一个方向 正是天咒教主所在的方向 看来 他们真的是盯上了准地级势力啊 清河古老谷主脸色凝重地说道 事实上 对于整件事情 如清河古老谷主这等强者 心中也只是有所猜测 而云墨 才明白事情的真相 他相当清楚 这些神帝 为了获得更多的大药 对准地级势力出手 不可避免 整个神域人心惶惶 便是地级势力的武者 心中都无法平静 也不知道 这些魔神和各大顶级势力的底蕴之间 究竟谁会获胜 要是他们一直战斗下去就好了 那些魔神被斩杀了才好 有人恨恨地说道 所有人都在等待最终的结果 神帝级别的战斗 几乎打得天翻地覆 五处战场的恐怖波动传来 令得所有人都心惊 不行 这些家伙太过放肆了 若是我等不出手 岂不会被他们逐个击破 有准地级势力的底蕴 陈生说道 若说以前 他们还自认不输真正的神帝 那么现在 他们就没有那么自信了 一个刚踏入神帝境的魏雁 便震杀了一位底蕴 其他神帝呢 恐怕更加可怕 于是 开始有其他准地及实力的底蕴 准备出手 一同对付几个魔神 然而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的决定 还是做得太晚了 当这些底蕴人物准备出手的时候 神域的五处战场 先后平静下来 很明显 地战已经结束 结果 怎么样了 神域的舞者 都十分关心最终的结果 然而他们却不敢贸然前往 因为去了就是找死 不久之后 众人便知道结果了 因为几乎是同一时间 神域的五个方位 传来了剧烈的波动 那是有什么东西破碎了 不用猜也知晓 是地及阵法被攻破了 而神域的普通势力 近乎绝望 因为那些地方 都是准地及势力的所在地 这样的结果 意味着五位魔神 最终取得了胜利 而神域剩下的这些 普通势力的舞者 不久之后 恐怕也会遭遇灭顶之灾 祸害一千年 古人成不起我 只是 他妈的古人 为何不说好话 没被攻击的那些 准地及势力的底蕴 沉默地望着 被攻破的那几个势力 这时候 他们再出手 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而且还可能会将自己 置于险地 必须联手 否则的话 我等有死无生 众多底蕴人物 皆是明白过来 这些神帝的实力 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单独一战 他们的胜算极低 所以 他们唯有抱团 才能活下来 神域的这场变故 实在太过恐怖 以往的时代 不知多少年 才会有一个顶尖势力消亡 一百多年前 剑帝出手 灭掉两个准地级势力 就已经算是大事了 然而如今 算上未燕灭掉的谢家 却接连有六个准地级势力 覆灭了 这样的情况 实在太过恐怖 从古至今 神域保存下来的顶尖势力 也就数十个而已 然而短短时间之内 却有六个顶尖势力消亡 这样的结果 实在是恐怖 而且 谁也不知道 事情还会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 不久之后 神域的众多舞者 终于是稍稍松了口气 因为如同未燕一般 天咒教主等五位魔神 在吞杀了准地级势力之后 便骤然消失 但谁都没有真正放松下来 因为谁也不知道 这些魔神 什么时候会再次出现 而且也不知道 其他的那些神帝 是否会做出同样害人的举动来 几个魔神沉寂下来 神域却无法平静 那些准地级势力的强者 开始频繁走动 显然 他们的底蕴 也十分忌惮这些魔神 开始尝试抱团 商讨应对之法 而那些普通势力 也没有闲着 开始为生存奔波 有人选择依附于准地级势力 有人选择依附于那些 拥有好口碑的地级势力 不过 无论做出哪种选择 都十分艰难 因为 准地级势力 不见得能够和那些魔神抗衡 而选择依附于地级势力 也并不安全 谁也不知道 这些之前没有出手的神帝 是否会做出同样的举动 那些依附于几个魔神的势力 倒是相当庆幸 因为几个 魔神出手时 绕过了他们 并未对他们出手 不过 这些势力的武者 心中也忐忑不安 毕竟 这些魔神的行为 完全是与整个世界为敌 若是魔神被杀 他们这些势力的武者 自然也讨不了好 而且 谁也说不一定 这些魔神 会不会永远不对他们出手 普通势力的尝试 并没有起到多大的效果 因为回应了他们的 皆在少数 只有部分顶尖势力 愿意收下他们 不过到后来发现人 越来越多之后 那些顶尖势力 便停止了这样的举动 开始将那些想要归附的势力 拒之门外 这些普通势力 只是想要活命 所有由此举动 并非诚心归附 而且 眼下最主要的事情 还是如何应对几个魔神 不应该将精力耗费 在不必要的事情上面 普通势力没办法 只好冒险 不留念自己势力 所在地的浓郁灵气 开始往顶尖势力附近搬迁 他们住在了顶尖势力附近 那些魔神想要出手 也终究会有一丝顾虑吧 毕竟这里的顶尖势力 也不清楚 你是否要对他们出手 只要产生误判 就会发生地战 所以 哪怕这样做 并不是一定有用 但总有一线希望 就连清河谷 都有不少势力来投靠 因为很多人都听说了 天咒教主 没奈何清河谷 不过 清河谷只让那些 一直依附他们的势力进入 其他势力的武者 可无法进入谷内 然而 神域极其辽阔 生灵不知反几 顶尖势力终究是有数的 每一个势力 都想要归附他们 无法归附 也都想要靠得近一些 人一多 也就没地儿了 到最后 这些顶尖势力周围 竟然仿若 形成了超级城池 以顶尖势力为中心 蔓延开去不知多少里 一眼望不到头 那些处在外面的势力 彻底绝望了 与顶尖势力隔了这么远 即便魔神对他们出手 那些顶尖势力 恐怕也不会插手吧 倒也有人尝试逃离神域 然而让他们绝望的是 虽然那几个神帝沉寂下来 但他们麾下的主宰 竟巅峰强者 却是等在了外面 只要有想要逃去 三千边缘星域的 都会被他们堵截 先镇压 然后收进小世界当中 这一切 对神域舞者来说 简直就是天大的灾难 甚至在他们看来 神域已经比炼狱还要可怕了 很多舞者 都纷纷涌向炼狱之城 对他们而言 或许被称作炼狱的炼狱之城 比外面更为安全 只不过 在收了一部分舞者之后 炼狱之城 也彻底关闭了 不是炼狱之城不想收 而是炼狱之城已经饱和了 装不了更多的人了 剩下的这些人 想进入其中 也唯有等里面死上一些 才能进入了 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怪象 很多人等在炼狱之城外 每天都期盼着炼狱之城中 有更多的人死去 其实云末一直有些担忧 怕炼狱城主知道 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 而来找他麻烦 不过云末只是担忧 却并不恐惧 毕竟 清河谷的防御阵法 神帝尽武者攻不破 而且 他也可以返回太阴宫 那炼狱城主再强 也不敢去太阴宫撒野 再说 云末身上还有郑庆 这个终极杀气 天下第二阵的威势 可不是神帝尽武者能承受的 只是郑庆的背后牵扯太大 云末不愿 轻易动用那两个机会 就这样 神域的众多武者 在恐惧之中 战战兢兢地活了一个月 期间 乱象横生 一些武者自认活不了了 所以做出了很多疯狂的举动 比如随意杀人取乐 比如男子肆意凌辱女子 还有人甚至击杀大量武者 将尸体搬到天咒教这些势力外面 想要讨好几个魔神 这样的事情 多不胜数 神域 当真是大乱了 这样过了一个月 一个惊人的消息 不知道从哪个势力之中 传了出来 震惊了整个神域 这个消息 便是关于采药先决的消息 直到这时候 神域的众人才终于明白 那些神帝 为何要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来 得到了这样的消息 很多人都心头发凉 因为这消息意味着 那些神帝 此时正在消化所得 待得他们再次出现 必定还会出手 而这样的诱惑 其他没出手的神帝 当真受得了吗 所以众多武者 看其他神帝的眼神 也变得不同了 采药先决 去他妈的采药先决 不 这是无上宪法 若是我得到了 我不但要将普通武者 视为大药 连神帝竞强者 都是我的大药 采药先决的消息传出之后 让很多人变得疯狂 整个神域 变得更为混乱起来 清河谷之中 云墨脸色凝重 这样的乱世 实在是糟糕至极 一切都乱了套 他想要收集自己 所需要的灵药 都变得极其困难 这些日子 清河谷也在和 其他准地级势力 积极沟通 他们也不愿就这样等待 毕竟据说 采药先决有用 那些魔神的实力 将会越来越强 所以 就算现在清河谷的防御阵法 能够抵御神帝的攻击 以后 可能也会失去效果 数月之后 真地宗的方向 陡然爆发出了一股 极为恐怖的气息 那种强大的威势 撼动天地 令得神域舞者变色 不用想也知道 那是踏天神帝未宴出关了 他消化了之前的所得 实力果真变得 比之前还用恐怖了 绝对不能放任魔神 继续肆意妄为 否则 他们的实力会越来越强 到最后 极有可能我们所有人联手 都无法镇压他们 对 若是他们胆敢对我们出手 我等便联手将他们镇杀 准地及实力的强者们 似乎统一了意见 要一致对敌 然而 此时却有人提出了一个疑问 若是 他们不攻击我们呢 一时间 所有的强者都沉默下来 这个问题 就仿佛一把刀子 插进了这个 并不牢固的联盟的缝隙之中 若是魏雁等人 还要对准地及势力出手 他们就必须一致对敌 这是毋庸置疑的 可若是那些家伙不对他们出手 那么 他们应该出手 去镇杀那几个魔神吗 答案显然不可能一致 每个人的答案也并不一定坚定 有人觉得应该出手 甚至现在就应该杀向真地宗 镇杀魏雁 有人却觉得 若是那些家伙知晓厉害 不对准地及势力出手 他们就不应该动手 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 虽然准地及势力的底蕴 还有数十人 连骑手来 肯定能够镇杀魏雁等人 可他们都很清楚 魏雁等神帝 实力已经到了极为可怕的程度 想要灭杀这些人 他们之中定然会有人身孕 甚至人数可能还不会少 那么 谁去做那死鬼 牺牲自己 成全他人 这可不是这些底蕴人物 想要做的事情 可不出手的话 似乎也不行 一个明显的问题 摆在了他们面前 任由那几个神帝吃下去 其实力将会变得更加恐怖 哪怕现在不会对他们出手 等到将来那些家伙变得更强 又怎么可能放过他们 所以 之前看似很稳定的联盟 瞬间出现巨大裂痕 围绕这个问题 众多强者争论不休 持不同意见的人 谁也说服不了谁 甚至还有强头草 一会觉得这样最好 一会觉得那样也对 结果便是 众多强者商议了很久 也没有商议出个结果来 而最恐怖的事情 还不在此 一些聪明的人 甚至发现了 其中涌动的暗流 事实上 有更大的危机 潜伏其中 一旦发生那种情况 本就不稳定的联盟 将会瞬间分崩离析 而整个神域 也将变得更加混乱 普通势力的舞者 自然觉得 这没有什么可谈的 众多强者联手 将那几个魔神震杀 才是正理 可惜 唯有那些聪明人才明白 人心难测 一些事情 并非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让众多舞者 无比惊惧的是 没过多久 金屋神帝 天咒教主等人 纷纷出关 他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变得更为恐怖了 很明显 之前吞噬了那么多舞者 让他们变得更强了 那些无处躲藏的舞者 以及距离顶尖势力 极其遥远的舞者 这时候全都无比恐惧 害怕下一刻那些魔神 便会对他们出手 将他们当作大药采摘 快啊 动手啊 还等什么 准地级势力 若是不反抗的话 注定也会成为 那些魔神的补药 对啊 这些强者还在等什么 那些普通舞者胆战心惊 全都将目光 投向了那些准地级势力 吸引那些底蕴人物 立即将几个魔神镇压 然而 这些人却不知道 直到现在 关于那个问题 众多准地级势力 都还没有讨论出个结果来 若是那些魔神 要对准地级势力出手 那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 移至对外 然而 若是魏燕等人不这么做呢 魏燕 金乌神帝等人 此时摇摇对望 同时咧嘴一笑 像是很默契地 做出了某种决定 不久之后 这些神帝再次展开了屠杀 他们像是有恃无恐 似乎根本就不怕 这些神帝 若